第872章,当年的千人队伍,被陈雪杀死的这只怪物,生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至今已有一个世纪,这只怪物的皮肤是在非正常的情况下老化的,所以我们判断不出它死时的具体年龄,但根据它肌肉的饱满程度可以大致判断,它死时应该是四十岁之前,所以,这只怪物生前进昆仑山的时间,应该是在四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左右。 这正是那只千人队伍进山的时间,这里面,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久以前的樱花国人?众人有些不解,但不解的不只是这个。 我们最想弄明白的是,这只怪物在死了之后,究竟是怎么变成了这副模样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好隐瞒他们,当即把那只千人队伍进山的事说了出来,但我换了种说法。 很久以前,我听长辈说过,还在打仗的时候,有只樱花国组成的千人队伍,进入过昆仑山。 我说道,但这只千人队伍不知道遭遇了什么,只活下来了一个人,而其余的人全都没能从昆仑山出来。 这只怪物,应该就是当年那只千人队伍里的其中一员。 听完我的话,大家显得很惊讶。方凯盲问道,没有任何文献记载过当年有一千人的樱花国队伍,进入过昆仑山。 我也从来没听人说过,你是听谁说的? 我说我是听望月村的那些长辈们说的,我的那些长辈是什么人?在场的谁不知道?方凯文言,也没怀疑了。 我们村的人是当年圈子里的中流砥柱,这个圈子的人本就见多识广,耳闻了也不奇怪。 而且,这只千人队伍进入昆仑山,应该是秘密进入的,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也很正常。 关于那只千人队伍的信息,你还知道多少?方凯继续问我,我摇摇头,说我就知道这么多了。 毕竟我也是在梦里面听张灵霄随口提过。 我怀疑当年那只千人队伍,应该也是进昆仑山寻找什么东西。 我补充道,根据我们现有的情报了解到,这次龙脉事件的主导者,并非是佐藤家族的人,而是安倍家族。 现在我们发现的这只怪物,也是安倍家族的人。 很可能这次发生的龙脉事件,跟当年那只千人队伍进山事件,也有着某种关联。 腾田千美他们,也许是在继承当年那批千人队伍的遗志,要找到当年那批人没找到的东西。 听完我的话,众人顿时眉头紧锁,在思考着什么。 方凯起身说道,如果真跟当年的千人队伍进山事件有关,那腾田千美他们的最终目的,恐怕不是窃取国运吧。 除非当年那只千人队伍的任务,也是窃取国运。 但这显然是不太可能的。 当年那只千人队伍进山的时间段,正是打仗的时候。 那个时候,他们根本不需要窃取国运,因为那时候惨的是我们啊。 这时候,很多人都已经反应过来了。 纷纷说道。 所以,那只千人队伍进山的目的,是要找什么东西,比窃取国运更重要的东西。 那腾田千美他们最终的目的,应该也是如此吧。 窃取国运,只是顺带的。 毕竟今时不同往日,以樱花国现在的发展,窃取我们的国运,是比较合理的一种行为。 那他们,究竟是要找什么东西? 到底是什么东西,比窃取国运还要重要呢? 众人有些想不通。 其实我倒是了解一二。 腾田千美他们,或者说是当年那只千人队伍要找的东西,应该是昆仑山的神秘力量,或者是张灵霄口中的昆仑仙胎。 毕竟以当年樱花国人的实力,要是让他们寻找到昆仑山的神秘力量,那就是如虎添翼。 可能我们的前辈比现在还要艰难,直接守不住了。 至于昆仑仙胎,我不理解这是个什么东西。 只知道,他能帮张灵霄塑造新的灵魂和身体。 想必这东西,应该也不是凡物。 至于他们要找的,到底是那股神秘力量,还是昆仑仙胎? 其实并不重要。 当下对我们而言重要的是,这只千人队伍是怎么死的,又是怎么复活,变成怪物的。 现在我们也进来了,会不会遭遇跟他们一样的情况? 眼下别说去阻止腾田千美他们了。 我们自己都自身难保。 看来事情比我们了解的还要复杂。 方凯义正言辞道, 不管腾田千美他们要的是国运,还是昆仑山其他的什么东西。 那都是我们自己的东西,绝不能流落到外人手中。 我们一定要阻止这帮人。 他在鼓舞士气,但现在说这些话能起到什么作用? 人心不齐,竟都不往一处始。 更别说队伍里面还有内奸。 况且,现在危险的是我们,都尼菩萨过河了。 我想提醒各位的是,这只怪物,并非是单独存在的。 高安兰点醒所有人道,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三只这样的怪物了。 如果那只千人队伍,都死在了昆仑山,那我们要面对的,就不只是几只怪物,很可能是一千多只这样的怪物。 听到高安兰的话,众人的心情又沉重了几分。 方凯叹气道,先去跟其他人会合吧,以免他们也遭遇到什么危险。 在方凯的带领下,我们离开了这里,去跟其他人会合。 至于刚才被掏空心脏的那名同伴,用方凯的话来说,我们现在连埋葬他的地方都没有,也只能任由他躺在这儿了。 我们不可能带着一具尸体赶路,只能等任务结束的时候,再来安葬他。 但说白了,我们不可能再回来的。 哪怕任务结束之后,盗写也不可能再派人来死亡谷,就为了安葬一具尸体。 我们顺着来时的方向,准备按原路回去找另一批人。 所有人包括我,都清楚记得我们根本没追多远,所以不可能会迷路。 但诡异的事情发生在这里,正常的不能再正常。 我们按原路返回之后,竟然迷路了。 按照原先的轨迹,我们回到了原来那个位置。 可是这个位置的岔路口,跟之前的那个岔路口,根本就对不上。 之前的岔路口,一共有四条岔路。 但现在,消失了一条。 第873章,地心事件。 四条岔路,突然变成了三条岔路。 我们不知道,是消失了一条岔路,还是我们回到的地方,根本不是原来的地方。 可这么短的距离,我们是不可能走错路的。 要么,我们又遇到了鬼打墙。 要么,这里面的通道,它会自己移动。 这怎么回事? 还有一条路呢? 不对,不对。 这里根本不是我们原先和另一批人分开的地方。 我记得先前分开的时候,这地方有个缺口,但现在没有了。 我们没有回到原来的地方。 已经有人确定了,这里不是原先的地方。 可是这么短的距离,我们不可能走错路啊。 再找找。 情急之下,我们连忙又钻进其中一条岔路。 可走着走着,这回彻底迷路了。 不管我们怎么走,经过的通道,全都是没探索过的通道。 而等我们又走回头路的时候,却发现,每次我们回去,都能到达一个新的岔路口。 我们一路上都做标记,只要往回走,标记全都不见了。 这种离奇怪异的事,简直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即便是鬼打墙,也不可能出现这么诡异的情况。 再者说,这里几百个修道之人,再厉害的鬼打墙,也不可能察觉不到端倪啊。 用你的阴眼看看吧。 高安兰提醒我,显然连他都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 我摇头道,看了,不是鬼打墙,这通道好像是活的。 听到我的话,宋飞一下子就软了,惶恐道,这通道不会吃人吧? 众人闻言,顿时被吓得更惊恐了起来。 我狠狠瞪了宋飞一眼。 让他别妖言惑重。 不是,如果这些通道可以随意移动嫁接的话,我们不可能没有一丝察觉啊。 宋飞叫嚷起来,既然也不是鬼打墙的话。 难道我们集体中医症吗? 当下的情况,我们既找不到另一批人,也回不到原来的位置。 我们好像已经迷失在这里面了。 这里就好像一个迷宫,而且还是没有出口的那种。 你们说,当年那支千人队伍会不会就是遇到了我们这种情况, 然后被活活饿死在里面了。 此时有人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虽然毫无根据,但大家的脸色都很难看。 因为我们真的迷路了,走了半个小时都只是在通道里面转来转去。 大家先别慌。 方凯安抚道,昆仑山本就处处透着诡异,遇见诡异的事也很正常。 只要我们没遇到那些怪物,没遇到不干净的东西,就是安全的。 我相信,我们只要一直走下去,一定能走出这地方。 这地方一定是有出口的。 我们早就发现,这里是人为开凿出来的。 既然如此,那就一定会有出口。 我们很可能走了重复的路,再加上这些通道本就相似,所以千万别慌,一定要仔细观察,我们接着往下走。 说完,方凯继续带着我们钻进下一个通道。 这一次,我们不再走回头路了,一直往前走。 就像方凯说的,只要这地方是人为开凿出来的,就一定会有出口。 否则开凿这里的人是怎么出去? 像古代建造皇陵的那些工匠,虽然会被灭口埋伏在皇陵里面,但我们并未在这些通道里面,发现有骸骨的痕迹。 而且古代那些工匠,他们既然有建造皇陵机关设施的本事,自然也能为自己偷偷开凿出一条逃生通道出来。 所以,这地方只要是人为开凿出来的,就不可能是一个封闭的地方。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入口也是出口,只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们找不到原先的路了。 这一次,我们走了整整两个多小时,这两个多小时里,我们没有再发现一只怪物,更没遇到另一批队友。 而且直到现在,我们仍然在这些通道里面,有无数个岔路口在等着我们。 所有人都有些绝望了,也走不动了,全都瘫坐在地上。 连方凯都有点怀疑,这地方是不是真的没出口,就是一个封闭型的迷宫。 我们,我们肯定要被困死在这儿。 当年那只千人队伍,就是这么死的。 我们说不定,也会变成跟他们一样的那种怪物。 我不想变成那种怪物。 恐慌正在蔓延,已经有人快崩溃了。 我从背包里面拿出来纸笔,在纸上画着一些东西。 方凯他们见状,连忙围了过来,问我在画什么。 我在纸上画了一个正方形,又在这个正方形里面,画了许许多多潦草的线条。 这个正方形,就相当于我们所在的这片区域。 这些线条,就是我们走过的通道。 我说,不如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 其实我们根本没有走重复的路线,也没有迷失,更没有遇到什么诡异的事情。 众人闻言,顿时皱起眉头。 方凯问道,那你怎么解释,我们一直在这些通道里面打转? 我指着那个正方形说道,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我们在打转。 如果我们把这片区域乘以一百,一千呢? 方凯他们,还是不明白我的意思。 我继续解释道,我的意思是,如果这片区域有一百个,一千个。 实际上,我们早就走出了正方形这片区域,已经到达了另一个区域。 我们走了这么久,说不定已经走了好几个这样的区域,只是所有的区域都是这样的通道,才给我们造成了怎么走都走不出这里的错觉。 我想说的是,如果昆仑山的下面真的有另一个地心世界,没准这个地心世界就是这样的构造,全都是这种通道。 整个昆仑山之大,大到,就算开车开一年,都不一定能走遍昆仑山的每一个地方。 如果地心世界也是这么大,那我们就算走好几年年,恐怕也走不完整个地心世界。 我明白了,方凯恍然大悟,其实我们已经走出很远了,根本没有走重复的路线。 我们之所以遇不到另一批人,是因为他们也走出了很远。 如果我们是在同一片区域打转的话,不可能遇不到那些怪物。 唯一的解释就是,我们已经走出了最初的区域。 那些怪物,是在其他的区域里面。 第874章,通道里的石门。 很难想象,到底是什么人会在一片很大的区域里,全都建造出这种通道出来。 我当然只是猜的,但从目前来看,这种通道应该占据很大的区域。 不知道还要走多久,才能走出这里。 我们已经偏离入口很远了,想回事回不去了,只能一直往前走。 如果食物充足的话,我们也许能走出去。 但就怕食物耗光的时候,我们还没走出去。 不对啊。 方凯突然反应过来。 那我们最初的时候,回到原来的位置,为什么会出现四条岔路变成三条岔路的情况? 那段距离并不长,走错是根本不可能的。 这个你又怎么解释? 我拿解释的出来。 包括刚才说的,也都是我的猜测。 但这些人,总喜欢去质问提出意见的人,就好像提出意见的人,就应该知道很多。 我觉得,我们刚才并未走错地方,我们回到的,就是原先的位置。 我看着他们说道,四条岔路变成三条岔路,很可能是入口,那片区域有机关,有一条岔路被机关给遮住了。 所以才让我们误以为,回到的不是原先的地方。 这时又有人提出质疑,那也不对啊。 我说过我记得那个位置有一个地方有缺口,但是我们返回去的时候,那个缺口又不见了。 这怎么解释? 我看了他一眼,问道,你看到那个缺口的时候,是在你的左边还是右边? 他想了想,说,右边。 我又问,当我们折返回去的时候,你说缺口不见了? 你看的是左边还是右边? 他顿时尴尬了起来,右边。 都不用我再解释了。 方凯和其他人全都瞪了他一眼。 那个缺口,如果是在右边的话, 那他掉头回去的时候,检查的应该是左边啊。 当然,我们当时遭遇了怪物的袭击。 而且有一名同伴被杀了。 在这种强烈的刺激下,他脑袋短路也很正常。 而且,当时所有人在看到四条岔路变成三条的时候,都有些慌乱,就没有仔细去观察。 所以实际上,我们当时已经回到了原来的位置。 我说道,只是机关挡住的那条岔路,应该正好挡住了入口的位置。 只要我们从入口进来,就已经失去了从入口再出去的机会。 而之后,我们又一直往前面走。 钻了无数条岔路,现在早已经深入了这个大迷宫里面。 有句话,我很不想说出来。 当一个迷宫被放大了几百倍,甚至上千倍的时候, 哪怕迷宫的出口是敞开的,我们也很难到达那个出口。 方凯估计也想到了这一点。 所以,脸色变得很难看。 但他身为队伍的领队,大家的领头羊,他肯定不能说丧气话。 只要我们没有再重复的路线打转, 那走出去,还是很有希望的。 他起身说道,我们的食物,还能坚持几天,要走出去绝对没问题。 只要大家不放弃,一定能走出这里。 昆仑山是很大的,这下面不可能全都是通道。 所以,只要我们走得够远,就一定能到达通道的外围。 到时候,只要摸着外围走,就能找到出口。 没休息太久,我们又继续摸着通道往前行进。 为了避免走重复路线,我们只要遇到岔路口,就直接选择中间的那条。 期间,我们也在警惕怪物的出现,同时也没放弃,寻找另一批人。 其实要跟另一批人相遇,同样很难。 毕竟这里面太大了,通道又四通八达。 我心里不安的是,苏梅没有跟我们在一起。 刚才分路的时候,她跟着另一批队伍救人去了。 而且,不光是她,蓝武也在另一批队伍里。 我就怕那批队伍里面没有聪明人,会带着其他人走重复的路线。 这样的话,那批队伍离开这里的几率,恐怕连百分之十都没有。 这一次,我们走了将近一个半小时。 其实,气氛很沉闷,所有人都没有开口说话。 加上这种环境,队伍里的气氛又更是压抑。 但这一次,我们有了新的发现,在到达一个岔路口的时候, 这个岔路口和我们之前遇到的那几十个岔路口有了不同的地方。 这个岔路口有三条岔路,每一条岔路都被很明显的石门给封住了。 我们研究了很久,发现只有中间这堵石门有机关可以打开, 但旁边的两堵石门,没有机关可以打开。 而且,中间这堵石门的机关,还做得很明显。 机关就在门上,刻着一个阴阳鱼的阵盘。 而机关,就是阴鱼和阳鱼。 就好像,是在告诉我们,只要触动了阴鱼和阳鱼,这道门就可以打开。 不是,这机关也太明显了。 这有诈,绝对有诈。 我们还是不要随便打开。 万一里面有什么东西,怎么办? 没人敢去动机关,连高安兰都不建议,开启中间这堵石门。 傻子都看得出来,这门里面有危险的东西,就引诱好奇心重的人去打开。 可方凯和其他几个负责人,却有不一样的想法。 他们建议,打开这堵石门看看。 方主任。 大家听我说。 不等众人劝告,方凯直接抬手说道,我们如果绕开这个岔路口,就必然要往回走,去其他的岔路口。 这样我们走的就不是直线了,很可能会不小心绕路走重复的路线。 那我们就会一直在迷宫里面打转。 这是个两难的选择。 打开石门会有危险,但绕路走,同样会有走不出的风险。 设计这堵石门的人,就是在把走进这里的人往绝路上逼。 方主任。 万一打开这堵石门,里面有危险怎么办? 此时有人问道。 方凯神情沉重地说,我们现在还有别的选择吗? 只能堵一堵,冒险试一试,任何事都是有风险的。 难道我们就一直躲吗? 这地方不是我们躲就能躲得过去的。 我们的食物不足以支撑我们躲下去。 再说,我们这么多人,又有道长在这里。 怕什么? 开吧。 方凯的语气不容置疑,直接命令我们打开石门。 但这种情况,谁敢去开? 万一有什么暗器之类的东西? 开门的人必死无疑。 可总要有人去开门。 让我没想到的是,高安兰居然身心十足了。 他直接就走了过去。 抬手就按下了阴鱼和阳鱼。 第875章 大逃杀 明知门内会有恐怖的东西。 此刻每个人都紧绷着神经,或是握着武器,或是拿着符纸,随时准备攻击要冲出来的怪物。 但其实所有人都保持着后退的模样,但凡待会儿会有危险,他们绝对会毫不犹豫地逃走。 咔! 随着高安兰按下机关,一阵激阔运转的声音很快便在死寂的通道响了起来。 下一秒,厚重的石门由下往上缓缓升起。 饶是异高人胆大的高安兰,也不敢站在石门面前停留,立刻退到了人群里面来。 随着石门升高,我们看到了里面的东西。 只见石门里面仍然是一条通道,但这条通道站着很多人。 这些人全都背对着我们,身穿绿色军大衣,统衣戴着军棉帽,身体站得笔直。 看清里面的内容后,所有人脸色聚变,瞬间抬手捂住嘴,不让倒吸凉气的声音在通道里面发出来。 高安兰也瞪大了眼睛,没想到我们走了这么久,一直都没遇到的怪物,现在让我们放出来了。 而且,这条通道里面,少说也有四五十只怪物。 在这些怪物的前方,站着一个更加高大的怪物。 它好像是这群怪物里面领头的,此刻正闭着眼睛,就好像陷入了沉睡一样。 之所以,说它是领头的,除了它站的位置跟其他人不同以外,还有它身上所穿的服饰是阴阳师的服饰。 在生前,它显然是队伍里的阴阳师,而且应该还是比较厉害的阴阳师。 一时间,空气好像凝固了似的,所有人十分默契地不敢发出一丁点的声音。 非要把石门打开的方开,此时也是满脸后悔,吓得都开始发抖了。 忙冲其他人打手势,让大家赶紧往后退,小心撤出这里,别惊动了里面那群沉睡的怪物。 所有人连忙开始后退,但由于我们人太多,又不敢发出动静,整个队伍退得很慢。 我才刚退出去几步,让我干颤的事情又发生了。 只见中间那条通道的两边石门,竟也毫无征兆地自己又升了起来。 而另外两条通道里面,同样站着一排又一排的怪物。 这些怪物,跟中间那条通道里的怪物一样,全都背对着我们。 不同的是,左右两边通道里的怪物,没有领头的。 但这更加令我恐惧了。 因为这说明,中间通道那个领头人,恐怕不是一般的厉害。 他生前就很厉害,现在变成了怪物,不知道已经强大到何种程度了。 连这些普通怪物,都力大无比。 若是被那个领头怪物追上,怕是很难有还手之力。 就在我右后退了几步时,三个通道里的怪物,竟然同时朝我们转过了身来。 而且同时睁开了只有眼白的眼睛。 快跑!快跑! 我们几个,几乎是狂喊出声。 那些孙子,跑得也是真他妈快。 跑得那叫一个统一。 但奈何人实在太多了,通道又没那么宽敞。 我们后面的人,就是想跑都跑不了。 钳子,火烧连营,佛法无边。 妈呀! 现场顿时炸开了锅。 我和向龙当即施展挂自觉,用火烧枝。 这些怪物,跟之前我们遇到的诗人极其相似,用火弓十分有用,并且一烧一大片。 但对方人数也多不胜数,少说也有一百多只。 加上这些怪物,根本没有神志。 只知道往前冲,后面的怪物前赴后继,竟然生生把前面怪物的火,都给踩灭了。 高安兰倒是讲义气,没有跟其他人一起逃走,立刻打出万字法印,震退前赴后继的怪物。 而宋飞天生就怕这些东西,尖叫一声后,立刻撞起胆子,挥舞着他那根棍子。 陈雪则跟在我们身旁补刀,把冲过来的怪物,立刻割头踢飞出去。 但对面的数量,实在是太多了。 渐渐的,我们根本难以招架这些怪物疯狂的攻势。 眼瞅着那些人已经逃了,我们也离开,掉头就跑。 狭窄的空间里,我们只能顺着通道跑,一边跑一边,与其厮杀。 这些怪物的力量奇大,速度也是奇快,他们甚至是无重力攀爬,能直接在墙壁上奔跑跳远。 很多人都不幸被这些怪物扑倒在地,或是被撕碎,或是被残忍杀死。 刚开始,我们还勉强救了几个人,但渐渐的,我们也无暇顾及其他人了。 只能先顾自己。 我也是扶了那个老王八蛋方开。 明知道有危险,那个混蛋,还要开石门。 作孽啊! 他作孽啊! 很多人都已经跑散了,跑进了不同的岔路里面跑。 我们几个始终都往同一个方向跑,但跑着跑着高安兰跑没了,之后象龙也跑没了。 就剩我和宋飞,还有陈雪,以及队伍里的其他人,跑进了一条通道里面。 我们不停地跑,拼命地跑。 现在根本管不了其他人都跑去哪了。 就在我们前方又出现一个岔路口的时候,我直接指向右边的通道。 都说人倒霉的时候,喝水都塞牙缝。 我跑个路,都能自己跑进坑里。 就在我拐进右边通道的时候,刚跨出去我才发现,这右边通道,压根就没路,下面是空的。 由于我速度太快,直接就冲了出去,想收脚,我都收不住了。 很快,我垂直掉了下去,耳边也传来陈雪他们的尖叫声。 他们跟我一样,都掉下来了。 好在这高度不是太高,没摔断我骨头,但把我摔猛了。 我们几个掉下来之后,缓了老半天才清醒过来。 妈的灵雾,你怎么带的路? 你是傻逼吗? 明明前面就是路,你非要往右边跑,你他妈是不是有毛病? 耳边传来一个熟悉的叫骂声。 我很快听出来,是王铁龙的。 刚才跑散的时候,他和另外几个人,就是跟我们一起的。 结果我只错路了,直接把所有人都给带下来了。 我哪知道这右边没路,我就是想甩开那些怪物。 由于理亏,我也没跟他吵起来。 草,这是掉哪儿了呀? 那方主任也是傻逼,都叫他别开那门了,还他妈开。 王铁龙骂骂咧咧的,心情很是不爽。 我也很纳闷,这里是什么地方? 怎么还会有个陷阱呢? 正当我准备去找我掉落的手电筒,宋飞已经拿出了他的手电,朝四周照了照。 但很快,他整个人都僵住了,连脸上的表情都僵住了。 第876章,巨型石像。 一般宋飞遇到令他恐惧的东西,他脸上会有惊恐的表情。 但如果遇到令他极度恐惧的东西,他脸上连惊恐的表情都没有。 直接当场吓猛,甚至当场吓晕过去。 现在,他就是后者,他看到了令他极度恐惧的东西。 随后,陈学也看到了,竟也露出了跟宋飞一样的惊恐。 紧接着,又是王铁龙他们,他们直接吓得发抖了。 我此刻虽然没看到他们看到的东西,但光是他们的反应,我也开始抖了。 我根本不敢回头看,但我还是鼓足勇气,缓缓转过身去。 看到了他们看到的东西后,我心跳都好像骤停了几秒钟。 人天生就害怕很多东西,比如有的人天生就怕高。 而大部分的人对巨物都有一种天然的恐惧。 尤其是有生命的东西,一下子被放大了几十倍,甚至几百倍。 那种恐惧感,能把人当场吓得崩溃。 此刻我们就已经快崩溃了。 尤其还是在这种环境下。 只见前方矗立的几只巨物,蛇手人参,大约有二十几层大厦那么高。 那种巨大的压迫感,还有那妖异的长相,直接吓得我们连呼吸都不敢大口呼吸,生怕惊动了那几只巨型生物。 但很快我们又发现,这几只巨型生物不是活的,而是石像。 我,我以为是活的。 这地方,为什么会有这种东西? 王铁龙他们,甚至是宋飞,连说话都有些口齿不清。 我和陈雪都相互搀扶着,差点没摊下去。 等所有的手电都照向前方。 我们这才看清这里的全貌。 原来我们刚才,已经跑到了通道的边缘,也就是迷宫的边缘。 而我们掉下来的那个窟窿,应该就是迷宫的出口。 我们几个的确是已经跑出那个迷宫了,但也许,未必跑到了安全地带。 相反,我们有可能到达了更危险,更神秘的地带。 这是一个很广阔的空间,广阔到连手电的光亮都照不见这里的全貌。 也许这下面才是昆仑山下面真正的地心世界。 而且,这里的空间高度也很高,从这几尊怪异的石像就看得出来。 我们总算是明白了,上面那些通道,应该相当于是地心世界的城墙,也就是外围保护。 只要有人进入了那些通道,就会迷失在通道里面,活活饿死,最后再被这里的神秘力量复活,成为地心世界的守护者。 而外面那条黑色巨蟒,应该相当于是第一层守护者,也就是最外面的守卫。 我们能到达这里,纯属是运气。 当然,也有可能我们掉下来的那个位置,原本上面是有通道的。 因为刚才掉下来的时候,我恍惚间看到,上面有砖石断裂的痕迹。 也就是说,上面的通道被认为破坏之后,就变成了窟窿,才导致我们踏空掉了下来。 至于那个窟窿,是谁弄出来的? 我想,应该是张灵霄和唐锥他们弄出来的。 也只有他们,才有那个本事,能封印那条黑色巨蟒,然后在迷宫里面寻找到正确的出口方位,从而打通连接地心世界的通道。 此时,我们全都握着手电筒,挤在一起,准备探寻真正的地下世界。 那几尊怪异的石像,实在把我们吓得不轻。 现在也管不了谁跟谁有恩怨了,只要是喘气的,那就是队友,是自己人。 李默,你不是见多识广吗? 这些石像,到底会不会活过来? 王铁龙的手电一直在摇晃,声音也在发抖。 我骂道,你下风了吧,你,哪有石像会活过来的? 你不要在这种环境下,妖言获重,我害怕。 宋飞更是抖个不停,为什么会有这种形象的石像? 哪个生物会长成这种鬼样子啊? 而且古时候的工匠,是怎么修剪出这么高这么大的石像出来的? 这些石像,确实不太符合常理。 但整个死亡谷里面的东西,哪一条是符合常理的? 就像外面那些通道,方凯说,那是人为开凿出来的。 但依我看,那不太像是人为开凿的。 连蛇族都不敢踏进昆仑深处。 哪个朝代的人类,会比蛇族还要厉害和胆大? 这些石像,一共有四尊,全都是一样高。 而且统一的蛇手人身。 我原本还在想,这些石像的原型,会不会就是蛇族? 可仔细想想,这里被列为蛇族禁地,不可能会供奉蛇族的雕像啊。 而且,蛇族的形象,就是我们人的形象。 只是要略微高大一些,且蛇族的另一个形象,就是完全踢的蛇,从没听说过蛇手人身的形象。 可能地球上确实存在过这样一种生物,长着蛇手人身,否则的话,怎么会出现这种形象的东西? 我若有所思到,古人的想象力是很丰富。 他们理解不了的东西,就会加以自己的理解,创造出一种新的形象出来。 但这种地方,古人都不可能踏足。 所以,这种形象,不是被古人创造出来的。 难道所谓的地心世界,是一个从来没被我们人类所探知到的另一个文明社会? 那这个文明社会,到底是存在于哪个年间的? 我们研究了这几尊石像好一阵,但始终找不到有关这些石像的一些相关记载。 我们甚至连墙面和地面都仔细检查过了。 我们暂时也就不再管这些石像。 主要是看得有些甚得慌。 这地方不像是古墓啊。 队伍里的一名风水师说道,这里倒像是一座城池,一座早已荒废的城池。 随着我们又往前走了大约五百米后,出现在我们眼前的,的确是一座很大的建筑。 但由于年代久远,这些建筑早已经破败到看不出原先的样子, 只能通过倒塌的城墙以及无数根巨大的石柱来判断。 这里在以前,好像的确是一座城池。 我问这名风水师, 您走南闯北,应该对古代历史颇有研究吧。 能不能看出来这些建筑,到底是哪个朝代的建筑风格? 这风水师名为王金斗,年约四十,且贼美属相。 他虽自诩为风水师,但我们都知道他是干啥的。 这种面相,定是偷鸡摸狗之人。 所以他应该是盗墓的行家。 而盗墓者,各个都是精通历史的大师级人物。 第八百七十七章 荒废的城池观察着这些残垣断壁,依稀能辨认出来的建筑。 王金斗若有所思道, 明朝时期的城墙是最高的,高达十二米, 但一般是都城的城墙为最高, 其他城池的城墙较低。 可根据这里倒塌下来的城墙来判断, 这座城池的城墙少说也有十五米高, 在哪个朝代的记载当中都没有出现过这么高的城墙。 所以这座城池应该不属于任何朝代的建筑。 而且,他的建筑风格很怪异, 我也闻所未闻。 王铁龙撇了王金斗一样, 你不是跟我吹嘘, 每个朝代的古墓你都进去过吗? 你就这点见啥? 两个人虽然同姓王, 但八杆子都打不着一块去。 这王铁龙好像看谁都看不起似的, 把王金斗也给嘲讽一番。 王金斗也不生气, 如是说道, 我确实不知这是哪个朝代的建筑, 因为它根本不在二十四个朝代里面, 如果这也是一个朝代, 那应该还排在夏商周之前, 是那些历史学家都没发现过的一个朝代。 一向很少插话的陈雪突然说道, 如果夏商周不是最早的朝代, 那有关夏商周的记录就完全是错误的。 王金斗精通历史, 此时听到这话也是猛的一愣。 他对历史的精通, 恐怕更甚于那些历史学家, 因为他盗目到的那些东西, 就是真切记录历史的东西。 所以他刚才提出的这座城池所代表的朝代, 应该排在夏商周之前, 那完全就是一个悖论了。 我隐约觉得, 有关夏商周的记录应该是没错的, 的确就是我们这一批人类最早的三个朝代。 而这座城池所代表的, 也不是排在夏商周之前的朝代, 他极有可能是在人类文明之前更早的一个文明。 要么这个文明跟蛇族文明在同一个时期, 要么, 这个文明甚至还在蛇族文明之前, 进去看看吧。 我提议到, 王铁龙瞪大双眼, 疯了吧你, 什么地方你都敢去, 万一里面有危险怎么办? 你牛逼你自己进去, 不等我反驳, 宋飞斜了他一眼, 那你从刚才掉下来的地方再飞上去, 要不你留在这里养老。 王铁龙不说话了, 他知道宋飞的厉害, 谁他都敢骂, 但他绝对不敢骂宋飞。 其实我也知道, 里面可能会有危险, 可眼下, 我们都已经沦落到此等局面了, 即便里面真的有危险, 那我们也只能进去探一探, 死里求生, 险中求胜。 我们开着手电, 壮着胆子踏过废墟, 来到了城墙里面。 当我们走进来的那一刻, 再次被城池内部的景象所震撼。 尽管很多东西都已经风化了, 变得很残败, 已沦为一片死地, 但通过眼前这些像是住宅一样的建筑, 仍旧可以判断出, 这座城池里面确实存在过一个很另类的文明社会。 之所以说这些建筑像是住宅, 是因为从外观来判断, 这些建筑跟我们古代的一些建筑有些相似, 但相似度可能也就只有50%。 而另外50%, 我们很难用语言来形容这些建筑的古怪。 从门高来看, 我们这个年代的门高普遍是两米, 而古代的门高差不多也是两米, 像大户人家的门高顶多也就是七尺八寸, 也就是2.6米。 但这些建筑的门高普遍是三米多高。 三米多高的门, 这得多重? 这开门关门也不方便啊。 可等我们看清更多的景象后, 我们隐约就明白了。 城池的街道上, 有很多蛇手人身的石像, 但这些石像和我们最初见到的那几尊大型石像有所不同。 这些石像普遍是三米高的样子, 或是两米多高接近三米的身高。 而且这些石像形色各异, 有站在街边交谈的, 有正在走路的, 有打架的, 有站在屋门口在做什么事的。 这给了我们一种错觉, 就好像这些石像原本是活的。 某一天他们跟往常一样, 根本没察觉到危险来临。 但当危险来临的时候, 他们连恐惧, 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 瞬间就成为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石像。 可到底是什么样的危险? 能让他们在瞬间就变成了石像? 而且这些人, 我觉得他们都不算是人。 当然这话不是骂他们, 主要是地球上什么时候存在过这种蛇手人身的人。 他们身长八尺有余, 在力量上就远高于我们人类。 所以这些生物肯定是比我们人类 要厉害很多倍的一种高等智慧生物。 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 能在瞬间摧毁他们, 甚至摧毁他们一直生活的这座城池? 这地方, 还真有过这种生物。 王铁龙他们目瞪口呆, 世界观都好像要崩塌了。 在他们的世界观里, 神鬼都可以接受, 但这种半人半舌的生物, 任谁都接受不了。 我曾经在一座古国遗迹里, 见过一模一样的场景。 王铁龙一脸震撼地说道, 那座古国的百姓是正常人类, 但跟这些怪物一样, 都是在瞬间遭遇了灭顶之灾, 导致全国的生灵, 甚至是动物牲畜, 都在一瞬间失去了生命。 后来那座古国的百姓化为了干尸, 还保持着生前的姿势。 我忙问王金斗, 那座古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才导致这样的灾祸发生。 王金斗解释道, 根据我们当时对挖掘出来的一些东西, 进行研究分析。 我们发现, 那座古国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事情, 是因为一场邪恶的诅咒。 当时我们并不相信这些诡异的事情, 只以为是那座古国发生了什么, 我们现代人从未见过的天灾, 所以才导致了悲剧发生。 直到后来, 我进入到了这个圈子, 我才相信, 有很多事情, 确实是常理难以解释的通的。 因为当时去过那座古国的人, 最终全都相继离世, 连我也差点丢了姓名。 后来遇到一位年轻的高人, 才幸得化解。 经过那高人指点我才知道, 我们那批去过古国的队伍, 实际上也遭到了同样的诅咒。 听完王金斗的话, 我愈发觉得, 这座城池的人, 会不会也是遭到了诅咒? 因为, 我已经察觉到了, 黑暗里, 好像有一双邪恶的眼睛, 在盯着我们。 但当我把手电筒照过去的时候, 却发现, 那地方根本没有任何东西。 第878章, 被剥夺的眼球。 当我察觉到被人窥探, 却又找不到, 窥探我的那双眼睛。 我只能询问宋飞, 问他有没有这种感觉。 谁知我刚问出口, 宋飞整个人都惊恐了起来。 别问我, 问我, 我也不敢看啊。 你问陈雪去。 我只能问陈雪。 可陈雪的回答, 却让我更加不安起来。 他也有被人窥探的感觉, 而且他认为那双眼睛, 对他造成了很强的压迫感, 让他感觉到很压抑, 很窒息。 他认为那双眼睛的主人, 可以随时将他杀死。 我原本还想详细问他, 可他也说不出所以然, 只是本能地生出了那种恐惧。 这实在是奇怪得很, 我只是有被人窥探的感觉, 理性的分析可能会存在什么危险, 但也没他说得那么玄乎。 而且, 陈雪有蛇足内丹, 他不止比我们厉害, 生命力也比我们顽强。 所以, 即便是有我们对抗不了的危险, 那最先死的也应该是我们。 难道说, 隐藏在黑暗里的危险, 只针对陈雪, 我想不通, 便只能更加小心谨慎。 我们一边走过荒凉的城池街道, 一边观察着这座城池曾经的景象, 这里处处都透着荒凉和凄冷, 早已经没了往日的繁荣。 但即便是往日的繁荣, 也的确不是我们所能理解的。 这里的一切都跟我们人类文明有着很大的区别。 哪怕是一些细微的东西, 都不能用我们平日里的所见所闻来描述和理解。 在我们人类文明里, 即便是古代人的一些生活习性, 或是他们所用的一些东西, 其实都跟我们现代人很相似。 比如古代人所用的草纸, 经过现代工艺的升级后, 草纸已经被各种精细的卫生纸所替代。 古代人用灶脚洗衣洗头。 而如今, 我们已经能用洗衣灶, 和各种洗发水来代替。 但其实, 这些东西的用处都是一致的, 只是被细分和精化了。 可这座城池里的人, 他们所用的东西, 还有这些建筑, 包括这些石像生前, 在做的事, 都是我们难以用语言来描绘出来的, 我们甚至有些理解不了。 非要将我们眼前看到事物描述出来, 我只能用天马行空来解释。 这里的一切, 的确就是天马行空, 跟正常的人类文明, 几乎是不同。 这地方诡异得很, 但却是人类社会里的一大发现。 王金斗莫名有些兴奋起来, 这里的文明一经曝光, 肯定会震碎所有人的世界观, 也许他们才是最早的人类, 也是最早的文明, 整个人类历史进程, 恐怕全都要推翻改写。 身为精通历史领域的人, 王金斗也跟那些历史学家一样, 对古代文明有着偏执的追求, 但他根本就想错了, 这个文明跟人类文明, 根本就不在一个时期。 有些东西, 还是不要曝光出来的好。 为什么这个年代, 会把我们这个圈子里的人, 塑造成封建迷信的代表? 就是因为, 有些东西曝光出来, 会影响社会的安定。 神经病, 都自身难保了。 能不能活着出去都不一定, 想这些没用的, 能保你命啊。 王铁龙又开始嘴碎, 但王金斗依旧很兴奋, 没管他说的话。 你们有没有发现, 这些石像全都没有眼球? 难道它们是没有眼睛的生物? 宋飞突然对我们说道, 说实话, 我们还真没关注到, 这些石像没有眼球, 可能是这里太昏暗, 没有注意到这些细节。 此时仔细观察后才发现, 所有的石像, 果真都没有眼球。 如果它们是瞬间死亡, 然后变成石像的话, 眼球应该也会保留下来的。 王金斗若有所思道, 难道它们, 天生就没有眼球? 我站在一尊石像面前观察了一阵, 反驳道, 如果天生就没有眼球, 它们就不会有眼窝了。 任何生物的进化, 都不是毫无理由的, 而是为了适应当下的自然环境, 一代又一代开始了进化, 然后诞生出新的身体部位。 眼窝的存在, 就是为了给眼球腾位置, 生长出完整的眼睛。 如果天生就没有眼球, 那这种生物, 天生就不是靠眼睛事物的, 又怎么会长出眼窝这种东西? 我们看到的所有石像, 好像都没有眼球。 宋飞诧意道, 总不能这座城池里的人, 在生前全都没有眼球吧? 难道是它们被变成石像之后, 被人抠了眼睛? 王铁龙和其他几个人咋舌道, 什么愁什么愿啊? 死了, 都还要抠眼珠子, 真是心理变态。 我说, 就算有心理变态, 这心理变态也没那个闲功夫, 把全城人的眼珠子都给抠了。 说不定, 这是诅咒它们的神秘力量, 在诅咒完这些人之后, 又剥夺了它们的双眼。 王铁龙愣了两秒, 说, 那这也够变态啊, 人都死了, 还抠人眼珠子。 我在想, 这些半人半舌的生物, 它们的眼睛应该跟我们人类的眼睛有所不同, 但具体是哪里不同? 我自然是未知。 可也许就是因为这丝不同, 才让那股神秘力量非要剥夺它们的眼睛不可。 我的思维比较跳远, 我很快就诞生出一个想法, 这些蛇人的眼睛会不会是阴眼和阳眼? 正是因为这两种眼睛的强大, 才导致它们的眼睛必须要被剥夺。 而且, 也正是因为这座城池里的人全都长着阴眼和阳眼, 所以它们才遭到了灭绝。 当然, 这只是我天马行空的想法, 胡乱猜测而已。 只可惜, 我们在这座城池里面已经游荡了有一个多小时, 始终都没找到这座城池的一些文献资料。 但仔细想想, 即便是有文献资料, 它们的文明都跟我们不一样, 摆在我眼前我也看不懂啊。 更何况, 就算有文献资料, 恐怕也早就变成灰了。 再加上这座城池是突然遭到了负面, 它们应该也不可能刻下什么壁画之内的东西, 来保存自己的信息。 等等, 我们人是不是少了一个? 正当我继续观察附近的时候, 王铁龙突然叫了起来。 他这一叫, 我们几个也很快变了脸色。 刚才从上面掉下来的人, 加上我一共有九个人, 可是现在, 却只剩八个人了。 我明明记得我们从外面走进这座城池的时候, 人还是九个, 突然消失的那个人, 是在刚才消失的。 难道是一直在暗中窥探我们的东西, 开始动手了吗? 第879章, 阴眼被屏蔽。 突然消失的那个人, 叫郑北石, 是北方那边的一个阴阳先生。 但他是怎么消失的? 我们八个人, 竟然没有一丝察觉。 宋飞是当过兵的人, 连他都没察觉到郑北石的消失, 这实在是太诡异了。 这个人肯定遇到了什么强大的东西, 导致他连呼救都来不及。 我说, 得马上找到他, 否则在这种地方, 他肯定九死一生。 王铁龙却是不满我的提议, 惶恐道, 既然他遇到了强大的东西, 那我们也未必应付得了。 这只能算是他语气差, 总不能为了救他, 我们自己也去涉险啊。 这话听得我们所有人都很不爽。 在这种环境下, 不抛弃不放弃, 是大家心中的共识, 因为谁都可能遇到危险, 谁在遇到危险的时候, 都希望同伴来救。 如果这个时候表露出自私自利, 那谁运气不好的时候, 就别指望别人来救了。 是吗? 那待会儿你要是不见了, 我们要不要来救你。 宋飞抬眼看着王铁龙, 语气有些冰了。 压迫感这种东西, 是很有用的。 王铁龙瞬间就闭上了嘴, 乖乖跟我们一起去寻找郑北石。 郑北石不知道是在什么时候消失的, 所以我们只能走回头路, 一直往前找, 一边找, 一边呼喊他的名字。 郑北石, 北石大师。 喊着喊着, 我突然又觉得有些不对, 是声音不对。 我们八个人的声音, 好像少了一个人的声音。 我连忙又轻点了一下人数, 原本除了我之外, 这里应该有七个人, 可现在居然又少一个, 只剩六个人了。 林一平呢? 林一平又去哪儿了? 我急忙叫住其他人, 他们回头一看, 脸瞬间就白了。 我靠! 林一平呢? 他不是一直跟我们在找郑北石吗? 林一平也不见了。 这他娘的, 就算被什么东西, 抓走了, 好歹惨叫一下, 让我们营救啊, 就这么悄无声息的没了。 原地蒸发了? 此时连我都恐惧了起来, 无比的恐惧。 那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敌人和危险, 是最能给人造成心理压力的。 能神不知鬼不觉地让一个人消失, 这得是什么样强大的力量才能办到? 怎么办? 我们不会也莫名其妙地消失吧? 这地方就是闹鬼, 那也该有个事啊! 赶紧离开吧, 要不我们顺着刚才掉下来那个地方, 看能不能再回去。 此时不光是王铁龙要溜了, 其他人也想开溜了。 等等, 我直接开启了阴眼, 想观察一下周边的磁场变化。 黑暗又死气沉沉的城池里, 手电筒的光亮和阴眼的绿芒互相交映着。 渐渐地, 我内心猛然生起了一阵恐惧。 我的阴眼, 竟然失效了! 我完全观测不到周边的磁场变化, 这是阴眼最基本的能力, 现在竟然不管用了。 这地方, 好像能屏蔽我的阴眼。 怎么样? 王铁龙他们焦急地询问我。 我抬头咽了口唾沫, 我的阴眼失效了, 这个地方有问题。 听到我的话, 连陈雪和宋飞都吓了一跳。 阴眼遭到屏蔽的情况从来没有发生过。 唯一的一次是陈雪和张灵霄在不同的时空出现在了同一个地方, 因为时空的错乱导致陈雪的阴眼失去了作用。 那一次是有原因的, 是时空错乱的原因, 再加上同一只阴眼不可能出现在不同的人身上, 所以陈雪的阴眼才会遭到屏蔽。 可这一回, 我没有遇到跟陈雪一样的情况。 我虽然看到了张灵霄, 但那也是在梦中。 而且, 当时张灵霄他们被黑色巨蟒追逐的时候, 我跟张灵霄几乎是面对面, 他并未看到我, 也并未和我建立其沟通。 据我所知, 阴眼是一分之一概率的天生神物, 从来没有过遭到屏蔽的记载。 王金斗大惊失色道, 难道是那股神秘力量, 屏蔽了您的阴眼? 我心中一沉, 其实也冒出了这个念头。 只有那股神秘力量, 才能屏蔽我的阴眼。 那这股神秘力量, 到底是什么? 是人? 还是物? 还是它什么都不是, 甚至连具体的形象都没有。 就在这时, 除了我们探讨的声音以外, 远处又传来了一个声音。 这声音逐渐清晰时, 我们全都默契地闭上嘴, 仔细去聆听这个声音。 当我们听清之后, 这声音很快便让我们汗毛倒数, 头皮发麻起来。 这是咀嚼的声音, 像野兽啃食猎物, 像人在嚼东西。 我们猴杰滚动着, 默契地摸出武器, 亲手亲脚地快速朝那声音源头靠近。 当那声音已经离我们很近时, 我们终于看清声音的来源了。 是消失的郑北石? 此时的他正蹲在角落里, 背对着我们, 不知道在啃视着什么。 看到这诡异的一幕, 我们全都吓得后退。 郑北石? 你在干什么? 缓过来之后, 我们小声喊了他两声, 但始终不敢靠近他。 也许是听到了我们的声音, 郑北石忽然愣了一下, 选即便抬起头, 猛地转过了头来。 当我们看见他的脑袋时, 宛如看见了最丑陋的恶鬼, 吓得我们全都尖叫起来, 连忙握紧武器后退。 这个郑北石, 居然变成了那些石像的原型。 他的上半身和下半身, 还是原先的样子, 但是他的头, 却变成了蛇手。 他的形象, 跟那些石像, 简直没差别。 他他, 他变异了。 他怎么会变成这样? 他刚才还好好的啊。 我们所有人都惊恐万分, 完全搞不清楚状况。 这个郑北石, 莫名其妙地消失, 然后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那消失的林一平, 会不会也变成这样了? 如果我们也消失的话, 那我们是不是也要变成这种鬼样子? 如果我真变成了这个样子, 我他妈先自己把自己砍了。 郑, 郑先生。 我壮着胆子, 又喊了他一声, 祈祷着他, 虽然变了模样, 但也许神志还是清醒的。 可我完全想错了。 他要是神志清醒的话, 刚才也不会蹲在那里吃活老鼠了。 因为只有蛇, 才会吃活的老鼠。 第八百八十章, 变异。 就在我面对面喊郑北石的时候, 郑北石突然发狂了。 他静止就冲了过来, 但由于王铁龙在我前面, 所以王铁龙悲剧了。 他直接被郑北石扑倒在地。 啊! 大哥, 是他喊的你, 你去扑他啊。 王铁龙还算是有两下子, 挣扎之下, 静一脚就把郑北石蹬飞出去。 就在郑北石准备继续发起攻击时, 一根棍子立马就横了过来, 将他打飞出去。 宋飞一招流星赶月, 飞快将手中的棍子 不停地往郑北石身上抡去。 宋飞的棍子, 那可是圆龙的一头一尾做的, 自从开光过后, 连鬼神都能打。 可这棍子抡在郑北石身上, 竟好像抡在了钢铁上一样, 不止发出了闷响声, 竟还碰撞出了阵阵火花。 真正的郑北石, 跟我们一样都是肉体凡胎。 哪会出现这一幕? 但变异的郑北石, 他的身体机能, 好像也发生了变异。 我咽了口唾沫, 猛然想到, 那些半人半蛇, 生前会不会也是这样? 如果他们, 同时还有阴眼和阳眼的话, 那这个群体, 应该是地球上最厉害的生物了吧? 没准这帮生物, 比传说中的蛇族, 都还要逆天。 我觉得, 变异后的郑北石, 应该只是, 继承了那些蛇人的部分特征, 因为他根本招架不住宋飞的攻势, 当然也有, 可能是宋飞太厉害了。 很快, 在宋飞狂轰烂炸之下, 变异后的郑北石被当场打死。 他的蛇手, 直接被宋飞打烂, 流出来一大滩黑色的血液。 王铁龙等人, 顿时被宋飞的身手给惊呆, 但更让人震惊的是, 郑北石的血, 竟然不是红色的。 他的血是黑色的, 连血液的颜色都变了。 郑北石还算是人类吗? 当然不算。 他真的已经变成了半人半蛇的怪物, 否则宋飞也不可能下死手。 他怎么会变成这样呢? 王铁龙满脸惊恐道, 就这么短的时间, 他就变异得这么彻底。 在外人面前少言寡语的陈雪, 此时又开了口, 说道, 重点是什么东西, 让他变异的。 如果是那股神秘力量, 他原本就是负面蛇人的罪魁祸首, 怎么会把这位郑大师又变成蛇人? 陈雪的话, 让我们醍醐灌顶, 一下子醒悟过来。 对啊, 如果是那股神秘力量, 不管他因为什么原因要负面蛇人, 但肯定是不想让蛇人这个种族存在。 既然如此, 那他怎么会把郑北石又变成那个种族里的人? 所以, 这座城池里面恐怕不止有一种神秘力量的存在。 把郑北石变成蛇人的, 应该是蛇人种族的力量。 我恍然大悟后, 脸色骤变道, 我们得尽快找到林一平, 否则林一平也要变异。 救人则是救己, 我们没敢耽搁, 连忙回到先前的地方, 四处找寻林一平的踪迹。 很快, 我们找到他了。 庆幸的是, 他还没有变异。 林一平, 你刚才死哪儿去了? 王铁龙见他没有变异, 以为他是自己跑哪儿去了, 顿时有些生气。 别过去, 我们连忙吼住正要过去的王铁龙, 吓得他也瞬间僵在原地。 虽然已经找到林一平了, 但林一平的状态很不对劲, 甚至是有些诡异。 他搭拉着脑袋, 就好像梦牛一样, 一边摇晃着身体, 一边似走飞走地挪动着脚步。 就在我们准备喊他的名字, 将他唤醒过来, 可接下来这一幕, 却成了我们所有人永生都难忘的一幕。 只见林一平的脑袋, 突然, 就裂开了。 裂开的缝隙里, 猛地钻出一个蛇手, 咆哮着张开了血盆大口, 吞吐着蛇性子。 这一幕, 差点把宋飞吓晕过去, 吓得我都是一个干颤加沸斗。 突然变异的林一平, 又是直接朝王铁龙扑了上去。 只听阿的一声惨叫, 王铁龙瞬间被扑倒在地, 差点哭出来。 你们怎么老好我一个人扑, 你们去扑李墨啊。 他一脚朝林一平的胸口踹去, 但这一次, 他没能将林一平踹飞, 眼看就要被林一平的舌头给咬中了。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宋飞的棍子立刻扫了过来, 将林一平扫飞出去。 身为能在任何队伍里面充当战力担当的人物, 宋飞自然是义不容辞。 尽管我们都很讨厌王铁龙, 但宋飞还是没有见死不救。 王铁龙这回被吓得不轻, 半天没能从地上爬起来, 震惊地望着宋飞的身影, 似乎没想到宋飞连救了他两次吧。 在打斗中, 我们明眼可见宋飞比刚才吃力了许多。 变异后的林一平似乎比郑北石要厉害一些, 但厉害在哪儿, 我们暂时还看不出来。 我们只看到宋飞的身体有些摇晃, 对于一个常年习武的人来说, 下盘稳固, 身体收放自如是一个舞者的基础功。 而宋飞的基础功就更加是毋庸置疑了。 既然如此, 宋飞不可能下盘不稳了。 难道打着打着他有点肾虚了? 很快, 我们就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 因为连观战的, 我们都开始有些精神恍惚起来。 渐渐地, 陈雪似乎已经察觉到了, 抬手就捂住了耳朵, 脸色微变, 有次声波在影响我们的大脑神经。 听到陈雪的话, 我们连忙捂住耳朵, 宋飞也不敢再战, 连忙左闪右臂跟林一平扯开距离, 双手也捂住耳朵。 这次声波, 似乎是林一平舌头的蛇性子发出来的。 在次声波的影响下, 我们竟然感觉到地面都在震动。 这不应该啊。 次声波怎么可能还引发地震呢? 可很快, 我们就发现, 这不是地震。 而是有很多沉重的脚步声, 正在快速朝我们这个方向奔跑。 那些身影游远极近, 捅一拙装着绿色军大衣, 头戴军棉帽。 它们仿佛是一群恶狼, 已经瞅着了它们的猎物。 又来了, 快跑! 我嘶吼一声, 拉着陈雪掉头就跑。 所有人撒鸭子狂聊, 根本不敢有丝毫停留。 我一边跑一边回头望了一眼, 却发现好几十只怪物, 瞬间就把林一平给扑倒了。 它们不止扑倒了林一平, 还把林一平活生生给撕碎了。 我倒吸一口凉气, 根本不敢有停留, 也不敢再看。 这些怪物不是林一平召唤过来的, 但它们确实是受到了刺声波的影响感来的。 而怪物杀死林一平的举动, 也印证了我们之前的猜想。 这里真的存在两种敌对的神秘力量。 第881章 克制怪物的东西。 在林一平被杀死的时候, 我就明白了。 林一平和郑北石都是被蛇人这个种族的某种力量给同化的。 虽然我不知道这种力量为什么还会存在于这座城池里面, 也不知道这种力量的具体形象是什么, 但也只有这种神秘力量才会将我们同化成蛇人。 而这些穿着军大衣的怪物, 代表的是另一个神秘力量。 这个神秘力量一直存在于昆仑山上, 它将那只千人队伍困死在了通道里面, 然后将它们变成了现在的模样, 让它们成为了守护昆仑山的傀儡。 而林一平和郑北石被同化, 再加上这些怪物杀死了林一平, 就代表着两种力量相互间的对抗。 林一平很快就被分尸了, 身后一大群怪物在追逐着我们。 没多久, 有人因为跑得慢, 不幸被怪物追上。 只听一声惨叫后, 我们连忙回头一看, 才发现被追上的人是王金斗。 但我们想去救它已经来不及了。 王金斗被两只怪物撕扯着, 竟生生被扯成了两半。 一个活生生的人, 就这么惨死在我们视野里。 那种冲击感, 实在是让人不忍直视又悲痛。 很快, 一大群怪物涌上去, 直接就把王金斗给淹没了, 随即便是一阵咀嚼的声音。 啊, 快跑, 快跑, 不能被抓住。 王铁龙和另外两个人, 已经吓得快崩溃了。 就在王金斗惨死不久, 又是一个人很快遇难。 原本九个人, 现在就还剩我们五个。 虽然这种想法不该有, 但那两个人的接连遇难, 也的确为我们剩下这五个人, 争取了不少时间。 我们已经跟那群怪物拉开距离了, 拼了命地在巷子里七拐八拐地狂奔, 想彻底摆脱那群怪物。 可跑着跑着, 地面的震动感又开始了。 而且, 这一次又是从我们前方传来的, 大概是在右前方三点钟的位置。 这一刻, 我们彻底绝望了。 前有堵截, 后有追兵, 我的阴眼在这里也遭到了拼命。 这完全就是死路一条。 拼了。 宋飞握紧棍子, 绝境之中爆发出一股狠劲。 这时候, 我们也只能拼命, 也许能拼出一条活路。 眼看震动感越来越近, 宋飞一跃而起, 扬起棍子就要抡下, 我们也握紧刀子, 随时准备拼杀。 可很快, 当我们看清从拐角处冲出来的人时, 顿时又惊又喜。 尤其是冲到最前面的那两个人, 宋飞的棍子都快扫过去了, 那两个人当场吓得差点跪下去。 幸好宋飞的反应也够快, 脸色骤变后, 立刻泄力将棍子收回。 哎呦我去, 怎么是你们? 冲在最前面的那两个人, 正是跟我们跑散的高安兰和向龙。 而且, 不只是他们两个, 还有最先跟我们跑散的苏梅他们, 大约有两百多人。 刚才我们听到的震动声, 就是他们在奔跑。 但高安兰和向龙会合, 我能理解。 这两个人是怎么跟苏梅他们会合的? 方凯他们呢? 不会全挂了吧? 我们, 我们刚才听到这边有动静, 就想跑过来看看。 向龙差点被宋飞一棍子抱头, 吓得说话都有些结巴。 说这么多干什么? 后面那些怪物快追上来了。 王铁龙急得暴跳, 连忙指着我们后面, 已经追过来了。 向龙他们, 这才看到, 在追杀我们的那群怪物。 我们已经不准备跑了, 反正现在有这么多人, 直接跟那些怪物拼了吧。 就在这时, 向龙突然就朝苏梅吼了一声, 苏梅, 把宝贝拿出来。 不等我们询问什么意思, 只见苏梅从人群里面冲了出来, 又从背包里面, 拿出来一件东西。 这东西, 是我们之前谁都没见过的, 长得四四方方, 像是一个盒子。 但奇怪的是, 这盒子没有缝隙, 是完全封闭的一个盒子。 我以为苏梅要砸开这个盒子, 从里面取出来什么宝物。 可很快, 就见他咬破自己的手指, 将鲜血滴在了盒子上面。 而此刻, 那些怪物已经冲过来了。 就在我们准备冲上去, 与之厮杀时, 沾染了苏梅鲜血的那个盒子, 突然发出了一阵耀眼的绿芒。 绿芒几乎覆盖了方圆五百米左右, 将周围的场景, 全都照得清晰起来。 那些怪物, 全都被笼罩在了绿芒里面。 而神奇的一幕, 就此发生。 在绿芒的照耀下, 那些怪物, 就好像被试了定身术一样, 瞬间就定在了原地, 一动不动。 我们不可思议地望着这一幕, 愣了有十几秒钟, 确定那些怪物不会再动了, 又转头看向苏梅。 这宝贝, 苏梅是从哪里搞来的? 王铁龙见那些怪物不动了, 由于很久, 撞着胆子走到一只怪物面前, 扇了那怪物两巴掌, 又一顿拳打脚踢, 见怎么打怎么踢这怪物, 都不动时, 他顿时就哈哈大笑起来, 真的不动了。 哈哈, 这玩意真的不动了。 苏经理, 有这好东西, 你怎么不早点拿出来? 宋飞问道, 苏梅这才说, 最开始我们跟你们分开, 去救人的路上, 我捡到了这东西, 我以为是宝贝, 就想站为己有。 结果受伤之后, 血滴到了上面, 就出现了跟刚才一样的情况。 我才知道, 这个东西, 可以克制这些怪物。 听完苏梅的话, 我们不禁感叹, 这还真是奇遇啊。 要不是这东西, 死亡谷里面有上千只这种怪物, 我们怎么都不可能对付得了。 但有了这东西, 就算再来一万只怪物, 那也不用再怕了。 不过, 站为己有那四个字, 他说的还真是义正言辞啊。 幸好方凯他们不在, 否则这东西, 肯定要被方凯他们抢去, 以文物为名。 那太好了, 有了这东西, 至少我们再遇到这些怪物, 也就不用怕了。 其他人都有些激动, 高安兰比我们见多识广。 我便问高安兰, 知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高安兰也摇摇头, 说他没见过的东西多了, 尤其还是出现在昆仑山里面的东西, 恐怕没人知道这是什么。 苏梅用宝物定住了这些怪物之后, 出于谨慎起见, 我们打算把这些怪物堆在一起, 直接一把火给烧了, 免得我们离开的时候, 这些怪物又苏醒过来, 看着其他人忙碌地搬运着这些怪物。 我这才问高安兰和象龙, 刚才我们跑散了之后, 他们遇到了什么, 怎么会跟苏梅他们相遇的。 第882章, 比蛇族更早的人类, 和高安兰还有象龙交谈了一会儿, 我才知道他们的遭遇比我们更惨。 我们还算是运气好, 在我的误打误撞之下, 我们从上面直接掉了下来, 虽然也遇到了一连串诡异的事, 但牺牲不大。 而高安兰和象龙他们, 据这二人所说, 他们光是看到的牺牲的同伴, 至少就有十几个人。 而且, 他们在逃跑途中, 还听到了不少惨叫, 很多人都已经跑散了, 根本顾不上要往哪个方向跑, 也顾不上要跟同伴一起跑。 后来高安兰和象龙相遇, 在救了几个人之后, 又被一大群怪物追逐, 再然后就遇到了最先跟我们失散的苏梅他们。 当时的苏梅, 已经捡到了那个像盒子一样的宝物, 也算是高安兰和象龙运气好, 被苏梅用盒子救了, 定住了那群怪物。 苏梅他们的牺牲并不大, 只死了四五个人。 后来他们就一起同行, 打算去搜寻其他的人。 那你们是怎么下来的呢? 我有些好奇, 按理说, 从通道达到地心世界, 应该只有一个入口才对, 也就是, 我们掉下来的那个入口。 再说, 他们这么多人, 如果同时, 从那个入口下来, 我们不可能听不到半点动静啊。 其实, 那个像迷宫一样的通道, 并不是没有边界的。 象龙说, 我们一路搜寻, 来到了迷宫的边界。 高前被看出, 那地方很潮湿, 有些地方应该已经遭到了严重腐蚀。 我们找到了腐蚀比较重的地方, 将地面打穿。 最后我们发现, 地面的下面, 有一条暗河。 我们找不到迷宫的出口, 只能冒险, 跳进暗河里面, 然后顺着暗河寻找出路。 跳进暗河之后, 象龙他们, 就一直顺着水流的方向往前游, 结果在暗河里面, 也遇到了岔路, 可能是冥冥之中有安排吧? 他们拐来拐去, 就拐到一个岸边, 然后从岸边爬上来的时候, 就到了这座城池里面。 之后他们就在城池里面, 跟我们一样, 观察着这里的一切。 然后逛着逛着, 就听到了我们这边的动静。 我听得有些惊讶, 他们这遭遇, 可比我们刺激多了。 难怪我说, 这帮人怎么浑身, 都湿漉漉的呢? 原来下水了呀。 更让我惊讶的是, 这里居然真的有地下暗河, 不过想想也不奇怪, 这地方原本是有一座城池的。 虽然这里的文明, 跟我们的文明有所不同, 但这些蛇人, 也是要喝水的吧。 既然要喝水, 那肯定有水资源。 我暗自想到, 如果有地下暗河的话, 那我们应该能找到出去的路, 但这地底下的空间, 应该不是一般的大, 可能还有其他的什么东西。 等等, 大师兄呢? 我猛然想起来, 蓝武不是跟苏梅他们一起的吗? 蓝武呢? 相龙脸色有些难看, 不知道, 苏梅说大师兄跟他们跑散了, 还有一些人也跑散了, 像方凯他们, 毛振昆他们, 都跑散了, 现在生死不明。 我心里顿时有些担忧, 生死不明。 蓝武可是原青道长的大弟子啊, 未来的接班人啊, 万一我把人搞丢了, 或者是出了什么事, 我怎么跟原青道长交差啊? 关键大师兄这人脑袋缺根筋, 我就怕他遇到什么事不会变通, 被人家算计。 你也不用太担心。 高安蓝背着手道, 蓝武这个年轻人, 还是有些本事的, 而且跑丢的青云关弟子, 也不止他一个, 等他们会合后, 自然会想办法找出路。 这么大的地方, 跑散了很正常。 我点点头, 但内心还是很担忧, 我们得尽快跟失散的人会合才行。 此时其他人, 已经把被钉住的那些怪物, 全都搬到了一起, 一把火点燃后, 火光顿时映照了方圆石树杖。 很多人都围着正在燃烧的怪物, 想靠近大火堆, 把自己的衣服烤干。 虽然这里面的温度, 要比外面高点, 但浑身湿透之后, 还是会冷的。 我觉得这些人也太无厘头了, 居然围着一堆尸体烤火, 而且还是死了几十年的尸体。 我站远了些, 有点闻不了那股肉香味, 继续跟高安蓝交谈起来, 把我们的遭遇, 也跟他讲了一遍。 我很好奇, 这座城池的文明, 到底是哪个时期的文明? 我说道, 这里的文明, 又是怎么被灭绝的? 我们找了很久, 也没找到一些相关的资料记载。 高安蓝背着手说, 极大概率是在蛇族之前的文明, 这个早于蛇族之前的种族, 才是地球上真正的第一批人类。 听到高安蓝的解释, 我有些愕然地看着他, 他们才是最早的人类。 不是,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 高安蓝瞥了我一眼, 别忘了, 我以前的身份是做什么的。 我很快反应过来, 他最早时期的身份, 就是组织里培养的盗门杀器啊。 而这个组织最早时期又叫联盟, 联盟又是蛇族的人组建的一个团体。 这个团体, 应该是最早时期的犯罪团伙了。 高安蓝和齐放同为盗门杀器, 专门清理组织里的叛变者, 或者是执行一些暗杀任务。 由于他们的身份特殊, 组织里应该极大部分人都很怕他们两个。 而他们在组织里的地位肯定也不低, 应该能接触到组织更多的机密。 你刚才说的, 难道是你在组织里面知晓的一些东西? 我问高安蓝, 他点点头, 由于我的身份特殊, 在我开始调查我和齐放的身世, 那段时期, 我偷偷去翻阅过组织里存放的很多古籍。 那些古籍是不允许被查阅的。 我在那些古籍里面了解到最早时期的人类, 并非是蛇族, 而是另一个种族。 这个种族的人类, 长着蛇手人身, 拥有比蛇族更强的力量, 更长的寿命, 而蛇族的人形形象, 其实就是照着最早的人类演变出来的, 蛇族拥有更完整的人形, 且拥有更深的智慧, 但在力量和寿命上有所减少。 而且, 蛇族的繁衍速度, 比那个种族的人类繁衍更快。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蛇族比最早时期的人类, 是更趋于完美的人类。 之后蛇族灭亡, 才又诞生了我们这一批人类。 我听完高安兰的讲述后, 彻底呆住了。 原来我们这批人类, 不是第二代, 而是第三代, 第883章, 完美的人类。 我不知道高安兰的讲述, 是不是真的。 当然我不是质疑他, 而是他刚才说的最早的人类, 那是好几千年以前, 甚至是上万年之前的事了吧。 这么久远的事, 有关的文献记载, 难道就不会出错吗? 但如果假设他说的是真的, 那就可以解释, 这座城池里的蛇人, 为什么会灭绝了。 蛇族的灭亡, 是因为蛇族不加限制的繁衍, 且蛇族之间的自相残杀, 惹恼了天道, 导致天道发怒, 将下了蔑视洪水。 这其中的原因, 当然也不止是如此, 还有更多的原因, 比如蛇族的寿命是很长的, 再加上蛇族的繁衍很快, 如果一直任由蛇族发展下去, 那地球上每个角落, 可能都是蛇族的人。 再加上蛇族的强大, 在大自然里, 根本没有天敌, 这样就严重破坏了地球上的生态链, 这不符合万物相生相克之理。 种种原因加在一起, 蛇族就灭亡了。 而还在蛇族之前的那个种族, 暂且称他们为蛇人, 蛇人这个种族, 如果比蛇族还要强大, 且还没有蛇族的智慧, 又比蛇族更野蛮的话, 那很可能蛇人这个种族被灭亡, 也是跟蛇族一样的原因。 但蛇人由于太过强大, 蛇人族代表的神秘力量并没有完全消亡, 所以林一平和郑北石才遭遇了童话, 这也许是蛇人族最后的挣扎和反抗吧。 蛇人种族和蛇族的灭亡, 难道是天道在创造最完美的人类? 我有些细思极恐, 如果我们这批人类也不完美, 那我们是不是也会被天道给灭绝, 成为人类进化史的一段过往历史? 也许吧, 高安兰也若有所思道, 但什么是真正的完美, 只有天道才知道, 不过第一批人类和第二批人类, 确实已经打破了生物链的自然规律, 所以才会遭到灭绝, 由此诞生了我们这一批人类。 如果不是我们发展了现代科技和热武器的话, 我们并非是站在生物链最顶端的生灵。 可现代科技的诞生, 让我们站在了生物链的顶端。 其实我们已经在走前两批人类的老路了, 他们靠自身破坏生物链, 我们靠科技在破坏生物链。 许多生灵的灭绝, 生态环境的破坏, 导致的天灾频发, 实则都是天道在警告人类, 我们恐怕也离灭绝不远了。 但真正灭绝的时候, 应该是后世好几代了吧? 高安兰的话, 让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内心突然生起一种特殊的恐惧感。 我们这代人, 肯定不会面临人类灭绝这种悲剧, 但后世就说不定了。 一想到人类要死绝, 人类文明会荡然无存, 那种悲凉感难以言喻。 也许很多年以后, 我们人类文明, 也会变成跟这座城池一样的景象吧。 所以道的存在, 最初就是用来约束人类恶行而诞生的。 我好奇地问道, 高安兰点点头, 倒不是规则, 更像是学校里开设的思想品德那门学科, 约束的是人的内心。 正所谓, 己不由心, 身不由己。 己若能由心的话, 那身就能由己。 人类的一切行为举动, 都是由内心的欲望衍生出来的, 但人的本心, 原本没有这么多欲望。 古时候, 人类只要吃饱喝足就行了, 但现在, 想要的多了, 欲望也就多了。 我听得目瞪口呆, 倒不是我听不懂他的话。 主要是他, 怎么能说出, 这些有哲理的话呢? 你说你一个杀手, 参悟得比那些大师还深。 这是我两位恩师的教导。 只要提及张灵霄和唐锥, 高安兰便十分严肃, 说, 恩师说了, 要想成为一个快乐的人, 首先要做一个有人格的人。 人格, 这很重要。 我强忍着没笑出声来。 人格, 他居然还知道人格。 张灵霄和唐锥, 真是太伟大了。 居然能把一个杀人如麻的杀手, 教导地能说出人格这种有腔调的话出来。 那你知道张灵霄和东方无道之间的关系吗? 我问他, 他还是点点头, 当然知道, 他们就是同一个人。 看样子, 高安兰知道的东西真不守, 如果不是出于十分的信任, 张灵霄是不可能告诉他太多的。 所以从现在起, 我应该百分百信任他。 当然我信任的也不是他, 我是信任张灵霄。 此时, 那些怪物的尸体, 已经被焚烧得差不多了。 这些人身上的衣服, 也烤干得差不多了。 我们不敢在这里多停留, 因为林一平和郑北石, 就是在这里变异的。 蛇人的神秘力量, 覆盖到底有多广谁也不知道。 我们稍作休息后, 便准备去地下暗河那边。 没多久, 我们就到了象龙他们上岸的地方。 这里原本应该是一条河沟, 但很多区域已经干涸了, 只剩一个大水洼。 象龙他们就是从这大水洼下面爬上来的, 这下面就是地下暗河。 可现在, 要不要再下去, 却成了眼下最大的问题。 自从进了死亡谷之后, 我们所有人的手表, 都受到了磁场干扰。 手机更是没用了, 所以我们完全没有时间观念。 但依照我们之前经历的那些事来算, 我们少说也有24个小时没睡觉了。 我们世人, 当然得睡觉。 再加上遇到的各种危险, 一路奔逃, 一路的精神紧张, 我们急需好好睡上一觉。 最后询问了所有人的意思, 大家都同意, 先在这暗河附近休息几个小时, 然后再继续赶路。 虽然这里并不安全, 还有蛇人种族的神秘力量在附近, 但当才, 我们又走了一个小时才到达这里, 期间并没有人突然消失和变异。 衡量之下, 还是睡觉要紧。 我们连帐篷都不用搭了, 因为根本没人带帐篷。 好在这里面温度不是太低, 我们只能将就一下, 熟悉的人就挤在一起, 席地而睡。 除了轮流守夜的人以外, 我们所有人几乎很快就沉沉睡过去了。 我也睡得很沉, 但本能的警觉, 让我中途又被一阵响动惊醒过来。 我醒过来之后, 发现守夜的人没有睡着, 仍然认真地在守夜, 但奇怪的是, 他们好像并没有听到那阵响动。 而此时那阵响动还在继续, 听起来像是有人在走路的声音。 我捏手捏脚地起身, 悄悄朝脚步声的方向移动。 很快, 我看到了脚步声的主人, 又是那三道熟悉的身影。 第884章, 前世和今生, 我又看到了张灵霄他们。 看到他们的瞬间, 我就知道我是在做梦。 果然如此, 我们之前掉下来那个地方, 就是张灵霄他们打穿的, 他们也来过这座城池。 此时的他们, 似乎跟我们一样也累了, 找了个地方席地而坐, 拿了些干粮出来吃。 其实我之前就有点好奇, 他们不是四人组吗? 那张灵霄的妻子霍灵, 去哪儿了? 我封印了外面那条巨蟒, 也打通了迷宫通往这里的通道。 张灵霄一边吃着东西一边说道, 如果后人会来这里的话, 他们要遭遇的, 应该也就是那些复活的怪物了。 怪物被我们杀了一百多只, 现在还剩八百多只, 只可惜不知道, 他们夺哪儿去了, 否则我们一并除掉便是。 柳千千突然一震, 若有所思道, 如果二十年后, 樱花国的人真的要来破坏龙脉, 那我们在那个时候也才四十来岁吧, 到时候我们四个出马不就行了? 我就不信来的贼人能有多厉害? 我们随手灭了他们就是。 简短的几句对话, 我听了出来, 张灵霄他们也遇到过那些怪物, 而且已经杀了一百来只, 给我们留下了八百多只。 要是这八百多只同时出现的话, 张灵霄现在应该已经杀完了。 可惜啊, 那八百多只估计是怂了, 没敢出来。 除此之外, 从柳千千说的那几句话我就能看出来, 这四人组是极其有责任和担当的, 并且他们对自己的实力很自信, 连柳千千一个女人都能说出随手灭了这种霸气的话。 再看看我们现在, 我们上千人被藤田千美他们二十几个人耍得团团转, 还落得如此天地, 正所谓没有对比, 就没有侮辱性。 我都觉得, 我们这代人太丢脸了, 不知道其他人会不会有这种羞耻感。 柳千千的话, 让张灵霄和唐锥沉默了下来。 张灵霄的表情有点不太自然, 笑了笑说, 那个时候, 你和唐锥都有后代了, 我和灵儿也隐居了, 大家都过上了想要的生活, 何必再掺和太多事呢? 人有时候自私一点, 也没什么不好, 对吧? 柳千千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说得也对。 听到张灵霄心口不一地回答, 我不禁暗叹一声。 看张灵霄和唐锥的样子, 也许他们这个时候, 已经察觉到他们的未来可能不会平静吧? 甚至, 他们都算出来自己的结局了。 想到这里, 我真是觉得有些悲惨。 要是这四个人的结局, 就像张灵霄刚才所说的那样, 那该多好。 也许他们自私一点, 现在都还好好活着。 如果他们还活着, 这个时候的我们, 应该不会这么惨吧? 他们一定会再度出山的。 当年的圈子, 为什么就葬送了这四个年轻人的未来呢? 也葬送了整个圈子的未来。 灵霄, 为什么这次来昆仑, 你没有把灵儿也带上? 唐锥干咳了两声, 似乎问的问题有些敏感。 柳千千也接过话, 问张灵霄, 你是不是还在想你和灵儿前世的身份? 张灵霄沉默了有十几秒钟, 低头看着地面说道, 我们四个从小在孤儿院一起长大, 孤儿院的女孩也不少, 为什么我会偏偏对她生出情愫? 因为我是东方无道, 她是阿里。 这对友情人追逐了十几世, 他们的爱情横跨几千年, 从人类诞生起, 他们就相识了。 张灵霄说着, 脸上的苦涩延绎于表, 我不知道, 是不是东方无道的执念, 在促使我爱她? 我是一个没有身份的人。 难道连爱另一个人, 都是东方无道在影响我吗? 我想不通, 也想不明白。 此时的张灵霄, 哪有我认识里的那般潇洒和自信? 此时此刻, 我只感受到了她内心的悲凉。 唐锥推了她肩膀一下, 骂道, 看书看魔杖了吧, 还真当自己是个哲学家了, 叫你少看点柏拉图, 难冒出这么多奇奇怪怪的想法? 你是你, 东方无道是东方无道, 霍灵是霍灵, 阿里是阿里。 你别忘了, 你跟霍灵是从小一起长大的, 最初的时候, 你们同样都没有前世的记忆, 但你们都爱上了对方, 你只需要记住这些就够了。 唐锥的话让张灵霄猛的一愣。 柳千千也说道, 霍灵现在也有了前世的记忆, 其实她跟你一样的痛苦, 但正是因为这种痛苦, 已经证明了你们的爱, 跟东方无道和阿里的爱是没有关系的。 你爱的是霍灵, 霍灵爱的是身为张灵霄的你, 难道你还不明白吗? 这两口子的开导, 让张灵霄痛苦的内心豁然开朗, 如释重负。 她终于露出了笑脸, 但很快又变成一张苦脸, 有一件事不能否认, 我的确就是东方无道, 东方无道诞生于蛇族, 而蛇族的人, 除了女娲族那个部落, 其他的部落是没有繁殖能力的。 也就是说, 我没有生育能力, 灵儿跟我在一起, 我们永远都不可能有后代。 如果我能够找到昆仑仙胎, 塑造出我自己的肉身, 也许我还能传宗接代, 可要是找不到昆仑仙胎, 她话还没说完, 唐锥和柳千千顿时笑出声来。 远远的, 我也忍不住笑出声来。 传宗接代, 哪有那么重要? 再说, 我们连爹妈都没有, 连祖宗是谁都不知道, 传什么宗, 接什么代啊? 唐锥一脸严肃道, 年轻人不要这么封建, 我们是新时代的青年, 接受的是现代教育, 以后, 我跟千千多生几个, 陪你一块打麻将。 我跟你说, 我最近刚学会打麻将, 这玩意, 能赢好多钱呢, 就是我最近手气不太好, 把钱书没了, 出去以后你借我点, 我好把之前书的赢回来。 他刚说完, 柳千千就起身皱着秀眉, 我说, 我的钱啊去了, 是不是你, 偷偷拿去, 给我输了? 你个死赌鬼! 堂锥拔腿就跑, 这么激动干啥? 没听说过, 吃喝嫖全都赔, 只有赌博有来回吗? 又不是, 不给你赢回来? 望着两口子的打闹, 张灵霄又露出了笑脸。 我也笑了, 原来相农的亲爹, 是个赌鬼啊, 还偷钱去赌。 其实这四个人, 也跟我们这些普通人没区别, 他们也有缺点, 也跟我们一样, 对生活有着憧憬。 这四个人, 真是可惜了。 第885章, 一模一样的脸。 这一次我梦见张灵霄他们, 并未遇见他们, 发生什么危险的事。 我只听他们交谈了一阵, 他们也准备在这附近睡觉休息, 可等他们睡着后, 我还是没有醒过来。 一开始, 我还有点猛逼。 难道我就在这里看着他们睡觉? 但很快我就明白了, 我之所以还没醒过来, 还在梦里面, 很可能是因为张灵霄他们睡着之后, 要发生什么事情。 我渐渐有些紧张起来, 也不禁为张灵霄他们捏把汗。 这种环境下, 这三个人也不留人守夜, 万一遇到偷袭杂拙。 没过多久, 死寂的环境里, 突然传来一阵响动。 我一直在观察周围的动静, 所以瞬间就捕捉到了这阵响动声。 但让我没想到的是, 原本已经沉沉睡去的张灵霄他们, 也是不约而同地睁开了眼睛。 而且, 这三人在醒过来的同时, 就已经起身朝响动传来的方向摸了过去。 我惊呆了, 他们到底睡没睡啊? 醒过来, 不用缓缓吗? 见他们摸了过去, 我也没有停留, 直接跟在了他们后面。 反正这只是个梦, 我自然也不用躲躲藏藏的。 没过一会儿, 我和张灵霄他们几乎同时看到一个黑影闪过。 那个黑影的模样对我来说很熟悉, 正是半人半蛇的怪物。 但张灵霄他们却是一惊, 有点不敢相信。 刚才那黑影, 怎么跟那些石像长得这么相似? 难道那些石像活过来了? 三人面面相去, 有些不安, 急忙又朝黑影消失的方向, 继续追踪过去。 我心里更是不安起来。 当年张灵霄他们来这里的时候, 就只有他们三个人, 既然只有三个人, 这三个人又没有被童话变异, 那刚才那个黑影又是谁? 如果没人变异的话, 那就只有一个解释了, 是这里的石像活了过来。 想到这儿, 我头皮都开始发麻了。 难道那些石像, 真会活过来? 这座城池里面, 可有不少这样的石像。 我和张灵霄他们一起, 继续追踪刚才那道黑影, 我们并没有跟丢黑影, 最终还是追上了它。 这道黑影的主人, 似乎知道后面有人在追, 此时也不跑了, 就站在原地, 背对着我们。 但让我们惊讶的是, 我们刚才追的那道黑影, 清楚可见是蛇手人身的半人半蛇, 可此时背对着我们的这个人, 就是一个人, 一个长着人, 脑袋的人。 只是这个人头发有些长, 身上所穿的衣物, 也较为华丽。 正是通过他身上所穿的衣服, 我们才判断出来, 这个完整的人, 跟刚才的半人半蛇, 就是同一个人。 张灵霄三人顿时警惕起来, 随时要准备动手。 但他们没有那么冲动, 而是打算, 先和这个人谈判。 你是谁? 张灵霄先开口问道。 但那个人没说话, 也不转身, 就这么背对着我们。 阁下引我们过来, 总要有个说头吧。 张灵霄再次说道, 我们无意闯入这里, 如有打扰, 还请见谅, 阁下转过身来, 我们同你说清楚就是, 大不了, 我们马上离开这里。 尽管我是在做梦, 我此刻都跟张灵霄他们一样, 有些紧张起来。 这个地方是不可能有人居住的。 而且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黑影, 的确就是半人半蛇的怪物, 可那只怪物, 为什么又变成了人的样子呢? 张灵霄的语气很和善, 似乎不想跟这个人发生冲突。 就在他说完之后, 那个人真的动了, 缓缓转过了身来。 我凭住呼吸, 十分好奇这个人的长相。 但当我看清那人的长相后, 我当场吓得跌坐在地上, 内心的恐惧, 犹如野兽将我吞噬。 那个人的脸, 跟我的脸, 简直一模一样。 他竟然长着我的脸! 恐惧之下, 我很快从梦境里脱离出来。 这个梦, 比之前那个梦, 还将我吓得不轻。 吓得我直接从地上站了起来, 不停地吸着凉气。 周围的人自然是被我惊醒了。 所有人都在瞬间弹了起来, 一脸惊慌。 在哪儿? 在哪儿? 怪物在哪儿? 王铁龙他们举着武器, 四处找寻怪物的踪迹。 其他人的目光, 也都齐刷刷地望着我。 我咽了口唾沫, 满脸尴尬道, 我做了个噩梦。 一群人纷纷朝我头来不爽。 草, 做个噩梦这么大反应。 你梦见你变成半人半舌了呀。 王铁龙原本是在嘲讽我, 可这话听在我耳朵里, 顿时又唤起我内心的恐惧。 这孙子, 骂得还挺准。 此时所有人都醒了, 高安兰询问了守夜人员几句, 对我们说道, 已经睡了有五六个小时了, 都睡好了吧? 那就继续赶路。 众人收拾着, 就要准备下水。 这个大水洼连接地下暗河, 根据高安兰的经验, 还有一些风水式的经验来看, 只要有地下暗河的地方, 就一定有出口。 所以我们只要顺着水流的方向走, 应该很快就能出去。 本来刚到昆仑山的时候, 我们所有人的装备, 都是盗鞋提供的, 但盗鞋并没有准备多少潜水装备, 在他们的预估里, 潜水装备应该是用不着的。 于是, 很多人也就没去领, 包括我们。 好在宋飞什么都去领了一遍, 现在唯一的一套潜水装备, 我给他抢了, 拿给陈雪用了。 宋飞眼睁睁看我抢了他装备, 嘴里骂骂咧咧道, 畜生, 抢我装备给女人, 有异性没人性。 陈雪在一旁换着潜水衣, 将外套装进防水背包里。 我估计, 这帮人没见过漂亮女人, 尤其还是身材爆炸的漂亮女人, 个个看的眼睛都直了。 卧槽, 看个毛啊, 你们。 我有些不爽, 当我面都敢这么直勾勾地看, 我要是不在, 那还得了。 这人也太小气了, 又没看他, 他激动什么。 一群人看了我一眼, 从他们的眼神里, 我看到了羡慕和嫉妒。 很快, 他们一个接一个跳进水洼里面。 陈雪是倒数第二个跳进去的, 我在最后面断后。 临跳前, 我忽然打了个寒颤, 总觉得有一双眼睛在后面盯着我, 那种感觉很熟悉。 在我们刚到这座城池的时候, 我同样出现了这种感觉。 我连忙回头一看, 却又什么也没看到。 此时, 这里就我一个人了。 我吸了口气, 一猛子扎进水里, 连忙朝大部队游去。 第886章, 又一次失散。 地下暗河的水并不深。 从涌到游出来, 进入河道后, 我们很快就能浮出水面。 对于会水性的人来说, 这条暗河的深浅根本没什么危险。 但由于我们没有换洗的衣服, 万一出去以后就是雪山, 那我们就悲剧了。 所以我才把宋飞的潜水装备给了沉雪。 这河道还真有点长, 游了大半天也没看到镜头。 虽然我一直在游, 但内心并不平静。 这一次我做的那个梦, 我谁也没告诉, 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梦里那个跟我长得一模一样的人。 那是张灵霄他们真实见过的吗? 还是说, 只是因为那是我的梦, 梦境总有天马行空的地方。 所以我才会梦到一个跟我长得一模一样的人。 梦里那个人, 原本是半人半蛇, 穿着滑贵的衣服。 但当我和张灵霄他们追上去之后, 他就变成了人形, 还变成了我的模样。 我想不通, 我觉得这, 肯定是我在梦里面的天马行空。 我估计, 他的样子是另一个人的样子, 只是我心里的好奇, 还有我的想象力, 才让他变成了我的样子。 我这么安慰着自己, 浮出水面换了口气。 当我换好气, 再一次扎进水下时, 一只大手突然毫无征兆地抓住了我的右脚。 我游在最后面, 我后面根本就没人了, 所以不可能出现一只手来抓我。 惊慌之下, 我很快就枪了一笔紫水, 连忙回头看去。 这一看, 不禁吓得我魂飞魄散, 又枪了水。 只见一个衣着华丽的人, 长发飘扬在水里, 正伸手抓着我脚踝。 那张我熟悉得不能在熟悉的脸上, 突然就睁开了双眼, 面无表情地凝视着我。 我恐惧到了极致, 慌忙挣扎着双腿, 想去踢她。 可她的力气实在是太大了。 不管我怎么挣脱, 就是挣脱不开她的手。 就在这时, 又是一只手抓住了我的肩膀。 我回头一看, 是陈雪。 陈雪, 估计是没见我跟上来, 所以又又回来找我, 直接就把我拉出了水面, 问我发生了什么事。 她好像并没有看到, 那个跟我长得一模一样的人。 我大口大口地呼吸着新鲜空气, 脑子也逐渐清醒过来。 我生怕那个人还藏在水里, 又钻进水里, 去看了一眼。 可我并没有再看到那个人, 他就好像凭空消失了一样。 我怀疑我是不是出现了幻觉, 可如果是幻觉, 那个人抓我的时候, 那种真实的触感, 总不可能也是幻觉吧。 难道是我脚抽筋了, 加上我一直在脑子里想那个人, 所以才出现了这种半真半假的幻觉。 我越来越搞不清楚, 那个人是我的幻想, 还是真实存在的。 我更偏向于, 那是我的幻想和幻觉, 否则我根本接受不了这个世上, 居然有个长相跟我极其相似的蛇人怪物。 没事, 我脚抽筋了。 出于内心的恐惧, 我还是没有告诉陈雪真相。 我缓了半天, 和陈雪继续钻进水里, 追上大部队。 像这种暗河, 几乎不会有分流。 暗河的尽头, 肯定通往地心世界的外面。 但高安兰和向龙他们第一次下水的时候, 就遇到了不少分流。 巧合之下, 才游到了那座城池。 像这种情况, 只能说明这个地心世界的空间很大。 那座城池的空间也只是地心世界的一部分。 这些分流应该通往不同的空间, 只有一条分流式通往外面。 所以, 这条暗河是一个完整的地下水系统。 我们要想从暗河出去, 还是没有这么容易。 没准游着游着, 就到了其他的地方。 大概游了一个多小时, 我们已经渐渐有些体力不支了。 在一个分流口停了下来, 纷纷钻出水面。 照这么游下去, 得游到猴年马月啊。 这个地下水系统太大了, 也跟上面的迷宫一样。 我们根本不知道出口在哪。 没准游着游着, 又游到那个迷宫里面去了。 王铁龙他们抓着岩壁上凸起来的石头, 各个洞的脸都发白了。 水里不比地面上, 一是消耗体力, 二是容易流失体温。 我们根本不可能长时间待在水下。 但此时, 我考虑的不是这些, 而是其他的人呢。 我根本没细数, 我们下水的时候是两百多个人, 可现在浮出水面的, 也就四十几个人。 其他的人都溺死了不成。 更让我惊恐的是, 宋飞也游不见了。 而且不只是她, 苏梅也不见了。 卧槽! 其他人去哪儿了? 我这一声吼, 把浮出水面的人都吼得清醒过来。 他们反应过来后, 也吓了一跳。 我去, 怎么救我们? 那些人呢? 不会都淹死了吧? 宋飞和苏梅都不见了, 大概不见了一百多个人。 高安兰还在, 相龙也在, 我和陈雪都在。 不可能会淹死, 要是有人体力不支, 肯定会拉住其他的人求救。 高安兰皱眉道, 有可能是游到其他分流里面去了。 但如果没人故意, 带偏他们的话, 他们是不可能会跟我们失散的。 听到高安兰的话, 我这才意识到, 问题的严重性。 这么多的人, 不可能全都溺水, 所以他们肯定是游到其他地方去了。 但是这么多人同时下水的情况下, 几乎不可能有人不小心游到其他地方, 因为后面的人, 都是跟着前面的人游。 除非, 有人在分流口的时候, 故意带偏, 故意偏离大部队, 这样就会带偏后面很多人, 导致很多人游错了方向。 可到底是谁在故意带偏? 难道是内鬼? 我第一反应, 就是内鬼在捣乱。 可仔细一想, 内鬼也是第一次来这种地方, 并且, 内鬼一直都跟我们在一起, 根本没机会跟滕田千美他们建立联系。 所以, 内鬼没理由做这种事。 而且这种情况下, 大家应该上下其心, 先走出这地方再说。 毕竟, 内鬼要是偏离大部队, 也是死路一条。 由此可见, 应该不是我们队伍里的人, 把宋飞他们给带偏的。 甚至, 是不是人带偏的都说不定。 阴暗潮湿的暗河里, 气氛顿时变得有些诡异。 我们都是圈子里的人, 平日里就是跟那些东西打交道。 可到了昆仑山, 面对那些东西, 我们就好像睁眼瞎一样。 往日那些看得见的脏东西, 现在想想, 反倒没那么可怕了。 而这些看不见的东西, 才是最让我们惶恐的。 第887章, 陷入绝境。 我和几个水性比较好的人, 又游了回去。 但我们没敢游太远, 只游出去两个分流口。 如我们所料, 我们并未发现, 已经跟我们失散的那些人, 他们肯定早就游出去很远了。 这条暗河, 实际上也是一个迷宫。 我们只能又游回去, 将情况跟其他人说明。 那怎么办? 我们总不能, 还要去找他们吧? 王铁龙等人已经有点游不动了, 根本不可能再游回去找宋飞他们。 而且我们要是再找不到上岸的地方, 我们也撑不了太久。 往前游吧, 暂时管不了他们了。 高安兰没说太多, 直接带着我们继续往前面游。 我也没说什么。 这种情况下, 我们根本不可能去找宋飞他们。 当然, 我不可能扔下宋飞不管。 其实换个角度来想, 我们才是走失的。 宋飞他们, 好歹还有一百多个人, 我们这边却只有四十来个人。 我们能不能找到出口, 都还不一定。 我觉得, 我们和他们大概率会游到地心世界的其他区域。 这些地方应该是连通的, 没准我们上岸后, 能跟他们相遇。 这一次, 我们没有游太久, 终于找到上岸的地方了。 浮出水面后, 我们先观察了一下周边环境。 上岸的地方是个小平台, 四周是碎石沙利, 有片高地。 高地遮住了其他地方, 所以我们暂时也就能看到这些。 还不清楚这里是什么地方。 但让我们兴奋的是, 这地方居然有鱼, 而且还是鲤鱼。 鲤鱼是一种观赏鱼, 这种地方是不可能自己生长出鲤鱼的。 有肉了! 有肉了! 虽然这碗衣不太好吃, 但解解馋还是没问题啊。 我们爬上岸后, 王铁龙他们已经兴奋至极了。 赶了这么长的路, 又跋山涉水, 一路上吃的都是那些压缩饼干。 要不是为了补充体力, 没人愿意吃那种难以下咽的东西。 这鲤鱼虽然口感不好, 但现在对我们来说, 可是美味的东西。 这地方不应该有鲤鱼。 高安兰蹲在岸边, 若有所思到, 应该是那座城池里的居民饲养的, 那些居民死后, 这里的其他生灵却没死, 看来那股神秘力量, 是有针对性的要覆灭那些半人半蛇。 我们全都蹲在岸边观察着水里的鲤鱼, 这些鲤鱼的体型十分之大, 比一般的观赏鱼, 至少要大出三倍体型。 看来这里的地下暗河, 的的确确有着一套很完善的地下水系统, 并且有完整的水下生态链, 否则这些鲤鱼, 在没有人饲养的情况下, 不可能独自繁衍这么久, 还这么多, 还长得这么大。 我们看着看着, 口水都滴进水里了, 这么肥嫩的鱼, 用来烧烤着吃, 那多美味啊, 这是大自然的馈赠。 我们立马, 就准备下去捞几条上来, 就地生火做烤鱼, 可不得我们下水, 高台之上, 突然就传来了很多脚步声, 还有子弹上膛的声音。 听到这些声音, 我们顿时将在原地, 缓缓转头朝上面看去, 只见高台上面, 正站着我们这次的任务目标, 大约十几个人。 而为首最眼熟的那两个, 藤田千美和徐蕾, 居然这要求, 我们没跟宋飞他们相遇, 居然跟这伙人相遇了。 偏偏还是这种局面, 我们手无寸铁, 他们个个都拿着枪。 煞时间, 我们如坠冰窖, 一脸绝望。 看到我们, 藤田千美却是一脸惊喜, 冷笑道, 哈喽, 听说你们找我们找得很辛苦, 现在我们自己找来了, 你们惊喜吗? 我们狂咽着唾沫, 心里盘算着, 该怎么应对这种局面。 这种局面, 几乎是没有应对的办法的, 要是对方拿着近战武器, 我们四十来个人, 直接冲上去, 拼命就是。 可人家拿着枪, 远距离射击, 这怎么反抗? 唯一的办法, 就是跳水逃生, 但这得看运气, 看四十几个人, 能不能活下来一半吧。 我当然不会这么傻, 但有人就是这么傻。 眼瞅着十几把枪对着我们, 有人直接就忍不住要跳水逃生了。 可跳水的那个人还没等落水, 在半空中就挨了一枪, 正好还是脑袋中枪, 落水时直接就沉下去了。 望着水面蔓延出来的鲜血, 我们全都傻眼了。 腾田千美, 竟然当场击毙了我们一名同伴, 他杀我们的人根本没有丝毫犹豫。 你干什么? 砸肿, 草泥马, 赶在我们的地盘杀人, 你找死! 众人怒不可遏, 当场怒骂。 可接下来, 又是搭的一声, 原本蹲着的一名同伴, 立刻倒地不起, 同样头部中枪。 这回, 没人敢骂了, 所有人都瞪大眼睛, 浑身发抖。 这个腾田千美, 简直是丧心病狂。 我发誓, 这次我要是能活着回去, 绝对不能再倾心任何人了, 尤其是长得好看的陌生女人。 之前的腾田千美, 有多娇弱, 她现在就有多残暴。 她的残暴, 连男人都不急。 谁再有一丝一毫的轻举妄动, 子弹是不长眼的。 腾田千美居高临下地望着我们, 脸上带着残忍的笑容, 想跳水逃走, 那就得看看, 是你们比较快, 还是子弹比较快。 说完, 她挥挥手, 直接带着人从上面走了下来。 我们全都举着双手, 被他们逼着跪了下去。 高安兰也跪了, 我觉得她肯定是不怕死的。 而且她, 应该是不死的, 但奈何, 她附身在了援兵道长体内, 她虽然不死, 但援兵道长肯定会死, 所以, 高安兰也不敢轻举妄动。 我以为你们, 不可能知道。 我已经进来了。 腾田千美娇笑两声, 将目光移向我。 我认为道协的蠢货, 没有这么聪明, 应该是你看出来的吧? 李先生, 你真的很聪明。 他说这话的时候, 一旁的徐磊, 脸上明显闪过一丝不悦。 腾田千美, 也捕捉到了这丝不悦, 连忙拉着徐磊的手说, 亲爱的, 你别生气, 在我心里, 你才是最厉害的, 要不是你的帮助, 我们也不可能这么顺利。 徐磊脸上那丝不悦, 顿时消失不见, 微微点头。 看得出来, 他已经成功上位了, 甚至于连腾田千美的这帮手下, 都对他卑躬屈膝。 看到徐磊和腾田千美亲密的样子, 项龙和陈雪的脸上, 已经快凝聚出杀气了。 第888章, 腾田千美的残忍。 李先生, 对于你们上千人, 拦不住我们这么点人。 你有什么感想吗? 腾田千美, 似乎对我很感兴趣, 对于抓住我, 他更是很有成就感。 但我能有什么感想? 我只能说, 我瞎了眼吧, 竟然会跟盗邪的人混在一起。 要不是盗邪的人, 我们不会这么惨。 没什么感想。 我叹了口气, 败者为寇, 我没什么好说的。 你厉害, 我只是好奇, 你会怎么处置我们。 腾田千美微微一笑, 这里没有条例, 没有公约, 更没有法律。 面对敌人应该怎么处置, 接下来, 我会给你一个完美的解答。 说完, 他冲自己的手下招了招手。 几个人直接走了过来, 压走我们四个同伴。 对方有枪, 我们根本不敢反抗。 只要有人反抗, 接下来肯定就是扫射。 那四个人被压到一旁跪下, 很快, 四声枪响, 伴随着回音, 震得我们头皮发麻, 心脏狂跳。 眼看四位同伴又倒在地上, 我们吓得一脸呆滞, 根本不等我们缓缓, 很快又是四个人被压了过去。 这一次, 腾田千美有些不悦道, 子弹可是能压制他们的东西, 怎么能浪费呢? 话音刚落, 寒光一闪, 又是四位同伴命丧当场, 挨个被捅穿心脏。 畜生, 我草泥马。 王铁龙红着眼睛, 按耐不住心中的愤怒, 静直就朝腾田千美冲了上去。 可他哪有机会对腾田千美下手, 后背很快就被人捅了两刀, 整个人猛地僵在原地。 王铁龙! 我们悲愤交加, 根本无可奈何。 只见腾田千美弹出一把刀, 走过来对着王铁龙的心脏, 又是狠狠一刀。 这一刀, 神仙也难救。 腾田千美这个畜生, 还对着王铁龙的心脏不停地搅动。 王铁龙到死也没坑一声, 两只眼睛充满怨毒, 嘴里吐着大量鲜血, 最后死不瞑目。 这就是我给你们的答案。 腾田千美仍然带着微笑, 几滴鲜血溅在他脸上, 他连眼睛都没眨一下。 就在这时, 又有人动了。 我正想阻止, 可根本来不及。 这人速度七快, 快到那些杀手都来不及捅他。 高安兰好似一道闪电, 瞬间就冲到腾田千美跟前, 一脚将其踢飞出去, 狠狠撞在岩壁上。 混蛋! 徐磊大怒, 举刀便刺来, 但也瞬间倒飞出去。 就在王铁龙的尸体快要倒地时, 高安兰以极快的速度 拔出他心脏上的刀子, 一刀就朝腾田千美射了过去。 诡异的是, 那把刀子到了跟前, 却始终进不了腾田千美的身。 而且, 刀子很快就反弹了回来。 我脸色大变, 阴眼瞬间捕捉到了一股异常磁场。 这股磁场, 甚至比鬼娃花子的磁场还要强烈。 小心! 眼看刀子快要射中高安兰, 我急得大喊一声。 但高安兰哪是这么容易死的, 那把刀被反弹回来, 竟也没能尽得了他身。 很快被他屈指弹了出去, 当场射杀一个朝他举枪的杀手。 高安兰阴沉着脸, 正准备掀起杀戮时, 突然之间, 他整个人好像被人定住了一般, 又好像被人掐住了脖子, 整个人都被提了起来, 双脚离开了地面。 看到高安兰遇险, 我再也坐不住了。 和陈雪对视一眼后, 立刻就冲了上去。 我的本事不如陈雪, 除了高安兰以外, 陈雪应该是这里最厉害的人, 他甚至不具子弹的威胁。 可即便是如此, 陈雪和我也跟高安兰一样, 瞬间就被人定在了原地, 随后双脚离地, 也被掐着脖子, 抓向了半空中。 我恍然大悟。 是那只没有现身的恶灵? 那只带着滕田千美他们, 堂而皇之地, 溜进昆仑山的恶灵。 他现在就在这里, 仍然没有现身。 这只恶灵竟然强大到, 连高安兰都可以控制得住。 开枪! 滕田千美挨了一脚, 十分恼怒, 直接下令让杀手射杀高安兰。 大大大! 无数子弹朝着高安兰倾泻而来, 我直接看呆了。 但高安兰也不是软柿子, 他即便被恶灵控制, 竟还是能抵挡得住子弹的射击。 在他深周, 噼里啪啦地闪现出道道青紫色的电光, 将子弹完全阻挡在了外面。 这一幕, 让所有人都看呆了。 电光闪出的瞬间, 那只恶灵似乎也无法再控制高安兰。 高安兰落地之后, 双手猛地核实, 而瞬间, 一道破空声骤然响起, 紧接着又是一道清脆声。 空气中, 似乎有一把军刀朝着高安兰头顶劈了下来, 连火花都蹦射出来了。 高安兰身体狂颤了一下, 好在无形的攻击并没有破掉他的法力。 我看得出来, 高安兰跟这只恶灵应该不相上下, 谁也奈何不了谁。 但这里, 可不只有那只恶灵。 高安兰思索一阵, 看了我一眼, 突然就收起法力冲向河道。 你们保重! 话音刚落, 他一头扎进河里。 哒哒哒的声音再次响起来, 无数子弹朝着河里射去。 我不知道子弹有没有射中高安兰, 但根据水面上泛起的涟漪可以判断, 他已经跑远了。 他跑了? 我草他大爷的, 他就这么扔下, 我们跑了。 还跟我们说了声保重, 他跑得还真干脆啊。 很快, 我和陈雪被放了下来, 摔倒在地上。 腾田千美阴沉着脸, 握着刀子, 就朝我走了过来。 不过他没来得及对我下手, 徐磊拦住了他。 腾田千美顿时有些诧异。 你不想我杀他? 难道你还放不下你们之间的友谊? 友谊? 哪来的友谊啊? 他们从来没拿我当自己人。 徐磊一脸平静地说道, 我的意思是, 我要亲自动手。 听到徐磊的话, 腾田千美脸上的诧异瞬间消失, 微笑着将手上的刀子递给徐磊。 看到他叛变得这么彻底, 还要亲自动手杀我, 项龙忍不住破口大骂。 我之前对你还抱有一丝幻想, 我以为你是在卧底, 你卧你骂了个逼的, 你个畜生, 你他妈不得好死。 项龙刚骂完, 胸口很快就挨了一脚, 被徐磊踢翻在地。 他冷冷道, 之前我是想过, 用卧底这回事, 骗你们来见我。 可惜你们没上当, 一起来了, 要不是千美谨慎, 找了个替身扮成我的样子, 我恐怕早就被你们干掉了吧。 口口声声说信任我, 却是来要我命的。 你们真让我寒心。 第889章 你不如我。 我看着徐磊, 仿佛在看一个陌生人。 他的话句句都像利剑一样, 以前我们有多信任他, 他的话现在就有多伤人。 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我摇头道, 大家对你不薄, 但你就像手足, 我们很多行动没有叫你, 完全是出于对你的保护, 这些你都是知道的。 在路程的时候, 你骗我去见面, 早就埋伏好了, 杀手想要取我的面。 你凭什么让我们信任你? 徐磊居高临下地看着我, 丝毫没有半点愧疚的意思。 信不信任都不重要了。 知道, 我最讨厌你哪点吗? 他脸上充满了对我的鄙夷, 说, 你自许为很聪明, 总觉得你比所有人都聪明, 可在我看来根本不是。 你只是很势快, 做人八面玲珑, 所以, 你能成为一个领导者。 你其实根本没那么聪明, 你根本比不上我徐磊。 我呢, 只是运气不好, 没认识那么多有本事的人, 没人懂得欣赏我, 否则我的成就绝对不比你低。 我承认你很会算计人, 所以我一直都想跟你比比, 看看你跟我之间, 到底谁更会算计, 谁能赢得了对方, 现在事实证明, 你确实比不上我。 说到这儿, 徐磊一脸得意, 嘴角上扬, 在路程的时候, 我用的不是阴谋, 而是阳谋, 我知道你, 一定不会一个人来赴约, 我知道, 你们所有人都会来, 我也知道, 你们并不会相信, 我是在卧底。 你以为我是想约你出来除掉你吗? 并不是, 我还没有完够, 不急于要你的命。 我只是, 单纯地想把你们所有人从基地里面骗出来, 从而让千美他们, 有机会攻入基地。 徐磊嘲讽道, 结果你们真的上当了, 如果你们留守在基地里面的话, 千美他们是没那么容易, 甚至是不可能破坏北龙龙脉的。 听完徐磊的炫耀, 相龙和陈雪已经恨得咬牙切齿了。 我心中暗叹, 当时的我, 确实没想到他用的是阳谋。 我根本没想到他约我出去, 是想让藤天千美有机会入侵基地。 讨厌, 你干嘛长他人稚气, 灭我威风。 藤天千美娇称起来, 手指轻轻戳着徐磊腰间。 两个人打情骂靠的样子, 比不用桃花术都还亲密。 徐磊一把搂住藤天千美, 嘿嘿笑道, 不得不承认, 他们几个确实厉害。 如果他们, 在基地的话, 我们是很难破坏北龙龙脉的。 尤其是李牧和苏梅, 一个有阴眼, 一个有阳眼。 光是这两个人同时在基地, 都会对我们造成很大的阻碍。 我抬起头, 面无表情地望着他, 问道, 你的替身告诉我, 关联生是内鬼。 这话是想误导我, 冤枉关联生吧, 好隐藏真正的内鬼。 没错。 徐磊咧嘴笑道, 你有时候的确很聪明, 但你和宋飞一样, 大多数时候都喜欢意气用事。 我知道你, 一定会怀疑关联生, 因为关联生没守住南龙龙脉。 你只要先入为主, 就会一直怀疑他。 千美为了能让替身成功刺杀你, 所以才让替身说关联生是内鬼, 短暂取得你的信任。 可我知道, 替身没那么容易杀死你。 但你确实是信了。 之后我们听其他的内鬼说, 你差点亲手手认了关联生。 哈哈, 你还真是有点意气用事。 我现在可以告诉你实话, 关联生确实不是内鬼, 人家只是单纯的蠢而已。 我深吸一口气, 又问道, 那真正的, 最大的那个内鬼, 到底是谁? 徐磊一脸神秘起来, 你这个人很谨慎, 同样的, 我也很谨慎, 即便你马上就要死了, 我也不能说出, 那个人是谁, 否则不利于人家卧底, 懂吗? 面对徐磊的得意, 我确实在他面前, 生出了挫败感。 他对我们每个人都了解太深了, 所以每一次都能精准地给我们下套。 他知道我谨慎, 知道我和宋飞喜欢一起用事, 甚至知道我会怀疑谁。 看来, 以前我们都低估你了。 我冷冷道, 你真的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但没想到你把你的聪明才智, 全都用在了我们身上。 你用你的聪明才智, 帮助外人, 对付你的同胞, 眼睁睁看着他们, 残杀你的同胞。 徐磊转动着左手食指上的戒指, 像是在炫耀。 看到这是什么了吗? 这是订婚戒指, 我和千美已经订婚了。 说起来, 我徐磊只是个小人物, 我没有那么多的民族大义。 我自认我应该得到赏识, 应该有更好的发展。 良情择目而弃, 我并没有觉得我做错了什么。 以后, 我会飞黄腾达。 我可以跟自己心爱的女人在一起, 这就是我想要的。 你妈的, 你不得好死。 相龙又忍不住骂了起来, 愤怒到了极点, 你他妈会遭报应的。 你们这对狗男女。 徐磊被骂几眼了, 突然握紧刀子, 就想去杀相龙。 他根本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 是当真起了杀心。 等等, 我忙喊道, 你们不能杀我们。 腾天千美抬手制止了徐磊, 看着我, 怎么了? 死到临头, 怕死了吗? 想求饶? 我咬牙道, 你不就是想驯服我们吗? 想让我们给你烫雷? 看得出来, 你们也很狼狈, 在昆仑山这种地方, 圆龙也帮不了你们什么忙吧? 但我们可以, 象龙会破解机关, 他还会破解密码。 而我知道昆仑山很多秘密, 没有我们帮忙。 你们能不能活着走出昆仑山, 都是个问题。 从我们上岸后, 一直没看到圆龙。 而且腾天千美身边只有十几个人, 我明明记得他带了二十几个人来, 想必那些人已经死了。 所以, 腾天千美这伙人肯定也遭遇了什么危险, 所以才会这么狼狈。 而且从徐磊刚才的话, 我也听了出来, 他说我即便是快死了, 他也不能把那个内鬼的身份说出来, 这样不利于那个内鬼继续卧底。 可如果他们一早就打算把我们全都杀了, 那他其实说出来也无妨。 他之所以不说, 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打算把我们都杀了, 他们还要留活口, 充当他们的炮灰, 给他们烫雷。 第八百九十章 暂时合作 我知道我说对了, 腾天千美果然沉默了下来。 他之所以, 要在一开始杀人, 就是想用来震受我们, 让我们乖乖听话。 你可是很狡猾的, 我对你一点也不放心。 他死死盯着我道, 你如果耍花样, 我觉得你会给我带来很大的麻烦。 我说, 没人不怕死, 我也怕死。 徐磊应该告诉过你, 陈雪是我最爱的人, 我为了他可以做任何事, 所以为了让他活下来, 我可以配合你们。 我不知道你身边跟着的是什么恶灵, 但我知道他很强大, 他能压制陈雪, 能压制我们所有人, 就凭这一点。 我觉得, 你也没必要怕我耍花样。 现在陈雪已经不是我的依仗了, 连高安兰都对付不了那只恶灵, 我确实耍不出什么花样。 藤田千梅想了想, 问道, 你说, 你知道昆仑山很多秘密, 你都知道些什么? 为了保命, 我必须要提供一些有价值的信息出来, 所以我把我们进入死亡谷之后, 遇到的所有情况以及我知道的秘密, 都告诉给了藤田千梅, 除了昆仑仙胎, 他显然不知道我说的这些, 也不知道城池的存在。 这个女人聪明得很, 在我们跨过死亡谷那片雷区的时候, 她其实一直都没有走远, 她把我们走过雷区的路线, 全都记了下来。 之后, 她便带着所有人跟在了我们后面, 一直沿着我们走过的路线, 进入了那片迷宫。 只是她们也在迷宫里面迷了路, 在里面转了很久, 而且, 她们也遭到了那些怪物的袭击, 因此损失了几个人。 至于她们是怎么出现在这里的, 从她们身上湿透的衣物可以判断, 她们应该也是和高安兰一样, 凿穿了被地下暗河腐蚀过的地方, 进入了地下暗河, 然后一路游到了这里。 看她们狼狈的样子, 应该也是迷路了。 腾田千美透露出来的不多, 一半是她说的, 一半是我猜的。 不过袁龙去哪了, 我确实猜不出来, 我估计是去寻找龙脉, 或者是昆仑仙胎去了。 你怎么会知道这么多? 你确定你都说完了吗? 腾田千美一脸质疑, 我当然不可能说我是做梦梦见的, 便说, 我从小长大的那个村子, 里面的人全都是圈子里的能人, 小时候听她们说过很多走南闯北的故事。 至于我有没有说完, 我当然没说完, 我如果说完了, 对你还有利用价值吗? 你只要不杀我们, 该说的, 我自然不会隐瞒。 腾田千美这个人, 比我都谨慎。 她听完后, 又向徐蕾确认了一遍, 我的身世是不是真的。 没错, 她出生的那个村子, 里面的人都不是一般人, 这个她没撒谎。 徐蕾表情严肃道, 但是你不能留她, 我跟她相处这么久, 知道她的狡猾, 她百分之百会搞事情。 你如果留着她, 她会给你带来不少麻烦。 对于徐蕾的提醒, 腾田千美似乎没放在心上, 很自信地说, 放心吧, 我保证任何人想耍花样, 她下一秒一定会死。 说完她看着我们, 微微一笑, 生命诚可贵。 既然你们这么想活, 那我也愿意给你们一个机会, 希望你们不要有任何耍花样的举动, 不要因为某个人的无知, 连累了其他人。 我的善心, 可是有限度的。 我点点头, 放心, 我不会耍花样。 如果真的有这种蠢货, 不用你出手, 我会除掉她。 其实我清楚得很, 腾田千美不会放过我们, 她只是暂时需要我们。 而且她也知道, 我们最后肯定会发起反击。 大家都心照不宣。 她需要我们短暂地配合, 我们也需要短暂地先活下来。 原以为我们已经暂时安全了。 可没想到, 徐磊一心想置我于死地, 见腾田千美放了我一马。 她竟然自作主张地握着刀过来捅我。 我吓得连连后退, 腾田千美也慌忙拦下她, 一脸为难, 别这样。 徐磊还是不甘心, 显得很生气。 腾田千美劝道, 一切以大局为重。 而且在我看来, 她并不比你厉害, 一个手下败将, 没必要非杀她不可。 你一定会后悔, 没杀她的。 徐磊低着头, 阴沉着脸, 转身离去。 腾田千美忙去追她。 我真是看呆了, 腾田千美, 好像很在乎她的情绪变化。 我以为这个女人, 只是拿她当一颗对付我们的棋子, 可腾田千美的样子, 好像真爱上徐磊了。 好在我们算是暂时保住了一条命。 在那群杀手的威胁下, 我们把王铁龙他们的尸体搬到了一起, 一把火给烧了。 望着熊熊烈火, 大家心里都不好受, 我也一样。 不管私底下有什么恩怨, 看谁不爽, 但那都是同胞啊。 烧完了尸体, 我们被赶到一个角落里, 有五个持枪的杀手看守我们。 腾田千美, 他们好像抓鱼去了, 很快就抓了很多鱼上来, 现场生火烤鱼。 那阵阵肉香味传过来, 实在是勾人得很。 不一会儿, 一名杀手提着五条烤好的大鲤鱼走了过来, 直接扔给我。 这是千美小姐赏你们的, 希望接下来的合作, 你们能够真诚一点。 我抱着五条大鲤鱼, 口水直咽。 杀手还没离开, 望着我们当中的一些人, 笑道, 不知道你们当中, 有没有那个组织的人, 如果有的话, 你们现在可以出来了。 千美小姐给你们准备了大餐, 话音刚落, 只见四道身影起立, 缓缓走了出去。 望着这四个内鬼, 我们全都一脸冷漠。 狗汉奸, 有人忍不住骂了一句, 老实点, 不要交头接耳。 杀手呵斥了一句, 便带着那四个内鬼离开了。 此时, 所有人的目光都望着我, 口水咽得比我还厉害, 我只留了一条鱼, 把剩下的四条都给了其他人, 让他们平均分。 虽然每个人可能分得不多, 但好歹都能吃上一口肉。 见我这么慷慨, 他们全都朝我头来感激的目光。 我留的这条鱼, 我就分了尾巴那点肉, 其他的全都给了象龙和陈雪。 此时我一边缩着骨头, 一边在想, 当前的形势对我们很不利。 高安兰没来得及除掉所有的内鬼。 别看藤田千美他们人数已经不足二十人了, 但如果让藤田千美跟其他的内鬼会合, 他的队伍一下子就会壮大起来。 第891章 最大的内奸 吃完了鱼, 鱼骨头都让我舔得没胃了。 我还在想内鬼的是, 一旦让藤田千美跟那些内鬼会合, 我们这边不知道要死多少人。 更让我担心的是, 徐磊一直不肯说出在北龙龙脉的那个内鬼是谁。 他们这么掩饰内鬼的身份, 除非这个内鬼能对我们造成的伤害很大。 所以这个内鬼, 他应该是倒邪高层的人。 而且这个人, 在北龙龙脉的基地有一定话语权, 到了这边, 还能拥有一定的话语权。 那这个人, 我瞪大眼睛, 一下子就想到这个人是谁了。 这个人, 只能是湖中。 湖中跟方凯是平级关系。 他在北龙龙脉的时候, 还是总负责人。 而且到了这边, 虽然他不是总负责人, 但仍然能够参加高层会议, 知道我们的全盘计划。 并且大家都知道, 湖中是倒邪的领导。 即便方凯和其他的负责人不在, 那些人同样都会听湖中使唤。 最大的那个内鬼, 真的是湖中。 怎么会是他呢? 我一时完全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对于湖中, 我虽然跟他不是很熟, 但短暂地相处下来, 我觉得他应该是跟齐卫东一样正派的人。 但现在想想, 他如果是内鬼, 他一定伪装得很好, 尤其他还在倒邪身居高位。 一旦他让人发现了内鬼身份, 他的下场一定会很惨。 在北龙龙脉那边, 第一晚刚出事的时候, 有人泄露了他的位置, 导致他和其他几个人被圆龙找到。 当时我们怀疑, 泄露他位置的人是关联生, 但现在已经知道关联生不是内鬼了。 所以, 那晚泄露他位置的人, 其实就是他自己。 他这么做的目的, 就是在更好地隐藏自己的内鬼身份。 要不是徐磊对内鬼的反应和掩饰, 我到现在都想不出, 这个内鬼会是湖中。 还有那晚, 我们一行人刚到路程的时候, 齐卫东当晚来见过我们, 结果当晚, 我们就遇袭了。 我一直也怀疑, 透露我们行踪的人, 是关联生。 可现在看来, 透露我们行踪的人, 肯定也是湖中。 湖中能够看到其他人外出的登记记录, 他知道, 齐卫东是来见我们的, 于是他就跟踪了齐卫东, 得知了我们吃饭的地方。 然后又在附近跟踪我们看我们, 进了哪家酒店。 而基地遇袭的那晚, 跟腾田千美里应外合的人, 其实也是他。 我们赶去救他的时候, 他当时压根就没有遇到危险。 他应该是在跟腾田千美商议事情, 可当时我们不知道他是内鬼。 着急救他, 我便远远就喊了一声。 我当时真不敢喊那一声, 就是因为我喊的那一声, 让湖中知道, 我来了, 他不得已, 只能让袁龙打伤他。 毕竟他不受重伤, 当时我们就会怀疑他。 这个人太他妈狠了, 为了隐藏自己的内鬼身份, 他差点让袁龙打死。 包括那晚在基地的酒店, 顾飞鸣他们遇害的那晚, 那晚是所有人员都在场的情况下, 手背可谓是极其森严, 我们也都在。 可就是在这么万全的手背下, 袁龙和花子, 还是悄无声息地溜进来了。 而且, 当时守在外围的人, 还全都是高手, 湖中也在。 我当时还感叹, 湖中身为领导, 居然身先士卒, 实在令人钦佩。 可现在看来, 他根本就是故意守在外围, 好放袁龙他们进来。 这个老畜生, 隐藏得太深了, 他害死我们这么多人, 还害死了肖养。 害得齐卫东, 又断了只手。 老子要是见到他, 一定第一时间捅死这个老畜生。 我气得直发抖, 奈何不远处有杀手在看守我们, 我又不能把湖中是内鬼的事, 告诉给向龙他们。 我气得肺都要炸了。 唉, 想开点吧, 就当他是个畜生好了。 向龙见我气成这样, 还以为我是在气徐里那个叛徒, 安慰了我两句。 他刚说完, 那几个杀手又在呵斥, 让你们别交头接耳, 听不懂人话吗? 向龙看了他们两眼, 没再说话。 此时腾天千美他们已经吃饱喝足了, 走过来对我们说道, 李先生, 吃饱了吗? 接下来还有很多事要做, 要不要再休息一会儿? 他看起来对我很客气, 一旁的徐磊看我的眼神, 仿佛跟看情敌似的。 我起身拍了拍屁股, 不用了, 千美小姐的大事要紧, 不过你要不要跟我说一下你们的情况, 这地方不能乱走, 很容易遇到未知的危险。 他点点头, 跟我们大概说了一下他们的遭遇。 进入地下暗河后, 他们在某个地方上了暗, 然后像无头苍蝇一样四处乱晃, 据他所说, 他们似乎是迷路了, 这里面有很多通道, 和上面那些通道不同, 这下面的通道像是天然形成的, 没有人工开凿的痕迹。 后来他们在某个地方, 发现了一道石门, 这个石门有四个龙头机关, 但他们不敢乱碰。 腾田千美询问过徐磊, 徐磊说, 那些机关不像是一般的古墓机关, 一些简单的机关术, 恐怕都无法将其破解。 那四个龙头机关蕴含先天八卦, 有八十四门变化。 除非是精通奇门遁甲的人, 也许有办法破解那四个龙头机关。 但腾田千美他们, 哪会奇门遁甲? 包括我们国内圈子的人, 真正懂奇门遁甲的人也不多, 要说精通奇门遁甲的, 可能根本没有。 因为真正的奇门遁甲, 早就已经失传了, 如今能找到的最早的踏本, 都是已经被简化, 或者是被阉割了好几次的版本。 我们在附近摸索了很久, 有死路, 也有未知的路段。 腾田千美说道, 我们相信, 那道石门里面肯定藏有什么东西, 所以才会设置如此复杂的机关。 我们需要向先生去帮我们破解那个机关, 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我哪敢说有问题, 只能点头到, 向龙所学的机关术, 是所有机关术里的鼻祖。 如果它都无法破解, 那这世间就没人能破解了。 你现在就可以带我们过去。 腾田千美点点头, 只派了一名杀手在前面引路, 我们则跟在那名杀手后面。 而他和徐磊, 还有其他人则走在我们的后面。 一到我们有任何轻举妄动, 他们就会在后面射杀我们。 讽刺的是, 之前共患难的那四个人, 现在竞成了二鬼子, 也跟着腾田千美他们一起, 在后面拿枪指着我们。 第892章 实验品 我们到达的这片区域, 没有人工开凿过的痕迹。 而且, 这里的空间很大, 还有一条很大的通道。 腾田千美, 他们之前就是从这个通道里面出来的。 他们出来以后, 就听到了我们上岸的声音。 此刻在一名杀手的带领下, 我们进入了那条空间很大的通道。 我观察着通道内的环境, 发现这里确实没有开凿过的痕迹。 但这个通道的地面, 却是凹凸不平的。 下面是泥土, 只是过去了很多年, 也许是好几千年都没人走过这些路。 泥土已经变硬了。 但根据地面的凹凸不平来判断, 这里在很多年前, 应该是有人走过。 也许是那座城池里的人, 他们一直生活在这里, 在这里走过也不奇怪。 可他们要是一直都生活在地心世界的话, 难道他们从来没从这里出去过? 要知道, 生物的本性就是占领更多的地盘, 从古至今都是如此。 否则, 我们也不会有24个朝代的历史。 24个朝代的诞生, 就是老祖宗们不断地攻城掠地, 不断地开疆拓土, 才诞生了24个不同的朝代。 哪怕是在姚顺宇的时代, 那时候各部落之间也会为了争地盘而大打出手。 也即便是蛇族的时代, 蛇族后裔都会为了发展, 不惜跟自己的祖宗们开战。 所以, 那座城池里的人, 怎么可能会一直窝居在地心世界呢? 我觉得, 他们应该是想过要离开这里, 但由于某种原因, 他们没办法离开, 或者被什么力量给阻挡了。 他们如果从未离开过这个地方, 那他们岂不是就诞生于地心世界? 难道覆灭他们的东西, 就是创造他们的东西? 这种半人半蛇的生物, 本就有点逆天, 是不该存在的生物。 既然如此的话, 想要毁灭他们的, 必然是把他们创造出来的。 而且, 蛇族是相对于半人半蛇更加完美的一种生物。 那创造蛇族的东西, 应该和创造半人半蛇的, 就是同一种东西。 这个东西, 在第一批人类的基础上, 完善了人类的形象。 由此才诞生了第二批人类, 也就是蛇族。 只是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 有没有具体的形象。 在没见过具体形象之前, 我们便称之为神秘, 也就是我们一直说的那种神秘力量。 我不禁有些细思极恐。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半人半蛇被创造出来, 很可能就相当于是一种实验。 把半人半蛇创造出来的神秘力量, 将这个族群困在地心世界里面, 不让他们离开地心世界, 不就等于是在观察他们吗? 上大学的时候做生物实验, 我们会把小白鼠或者是其他的实验品 关在一个封闭空间里, 便于观察实验体的行为举止, 以及它们的习性。 而半人半蛇就像是实验体, 只是这个实验比较宏观。 只是在被观察的过程中, 半人半蛇企图离开这个地方, 或许做出了一些反抗。 当它们的反抗愈加明显的时候, 再加上它们这个种族相对的不完美, 于是它们就遭到了毁灭。 而它们毁灭之后, 就有了蛇族的诞生。 但蛇族最终也走了半人半蛇的老路, 它们同样有相对的不完美, 所以也遭到了毁灭。 和半人半蛇不同的是, 蛇族虽然被灭了, 但没有灭绝, 是东方无道保留下了蛇族的种子。 而且东方无道原本也是蛇族的一份子, 虽然这些只是我的猜测, 但很多地方都能解释得通。 现在想想, 我们人类实在是太渺小了, 比起半人半蛇和蛇族, 我们不只是渺小, 而且弱小。 可转念一想, 我们人类能繁衍五千年这么久, 会不会是相对于蛇族更加的完美? 我们比蛇族拥有更完善的人性, 有着更丰富的情感。 我们以族群为基础, 又衍生出了以家族单位为代表的 更加细化的织脉, 又以家族为基础, 衍生出了更多的家庭单位。 并且一直传承上千年, 又衍生出了孝道这种更为高级的情感。 而且, 比起蛇族和半人半蛇的强大, 我们虽然弱小, 但更能平衡大自然的生态链。 除此之外, 我们还有生老病死, 并且每个人都要经历生老病死。 我们死之后, 会变成鬼魂。 因此在阳间我们会消失, 在阴间就多出了我们。 而我们变成鬼魂之后, 又可以投胎转世。 投胎之后, 阴间消失一元, 阳间则多一元。 这不就是阴阳相生相克, 万物周而复始的道理吗? 我们这批人类的生老病死, 生死轮回, 遵循的不就是天道循环吗? 卧槽! 我居然在一群樱花国人的胁迫下, 在这里悟到了。 我好屌! 你发什么呆? 跟你说话你没听见啊? 正当我突然悟到, 有些得意时, 屁股莫名其妙挨了一脚。 是徐磊踢的我, 差点给我踹地上。 相龙一脸愤怒, 就要冲过去打他, 但被我拦住了。 李先生, 想什么想得这么入迷? 腾天千美意味深长道, 在想怎么摆脱我吗? 我面无表情道, 我在想你说的那个石门里面, 究竟有什么东西? 如果我们贸贸然打开的话, 万一里面是很危险的东西, 是我们抵抗不了的, 很可能会造成无端的伤亡。 他想了想说, 我一个女人都不怕, 李先生, 难道还不如我一个女人吗? 如果真的有什么危险, 我们跑就是了。 跑? 我乃不知道他在打什么算盘。 开门的时候, 一定是我们这边的人在前面, 他们在后面。 一旦有危险, 他们会第一时间跑路, 用我们的死来给他们争取时间。 接下来又走了二十来分钟, 我们到了腾天千美说的那个地方。 这个地方的空间还不小, 大约有两个足球场大小, 四处都是天然形成的大石头。 这些大石头最矮的也有两米, 成步规则的排列矗立在这地方。 如果站在高处往下看, 这些石头看起来有些密集, 但如果走进这些石阵里面, 石头与石头之间的缝隙还是挺大的。 而此刻, 我们也看到了腾天千美所说的那道石门。 那石门不小, 宽约十来米, 高也是十来米。 我还是头一回见到这么大的石门。 而且, 石门上就有两个可以转动的龙头, 石门的前面又立着两根柱子, 那柱子上也有两个龙头。 这就是腾天千美说的那四个龙头机关。 石头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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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头。